霸天武魂,第2701章 耳光响亮,可悲的中卫弟子 作者,千里牧尘 身体轻轻一晃,正全向前跨出一步,他的手掌扬起 而后猛然抽象灵霄 带着无比狠辣狂猛的进风 不像是在抽人耳光,倒像是要直接把灵霄抽飞 好显示,他强大无比的实力 看着这一幕,灵霄不屑地冷笑一声,也不见他动手 身体上的电流疏然窜出,竟然在虚空之中凝聚成了一个手臂 快若闪电般将正全的手掌拦住 正全那只手一瞬间就感觉到了无比的麻痹和刺痛 再也挥不下去了 没错,灵霄的修为是下降了 但他别的方面可没下降 恐怖的身体强度以及那一余常人的可怕力气 还有更可怕的皇天后土之力 这些可都停留在一转阴阳镜十一层地狱前期的程度呢 要说下降,也就是5G的威力下降 内力的总量下降而已 有些人还真以为他灵霄现在好欺负 啊,正全感觉到手臂上的刺痛 竟忍不住叫了一声,呲牙咧嘴 表情非常难看 他心中颇为惊讶 这个看起来就是个废物的小子 竟然还能操控雷电 不过 你以为这样就能避免这一巴掌吗 简直雕虫小技 正全吃了个暗亏 心中更为恼火 瞬息间 气息爆发 全身上下竟然冒起了丝丝寒气 如同鼠酒寒天的气息一般 要将周围的一切冻结成冰 他抱贺一声 口中竟然射出一道冰箭 直接刺向灵霄面门 好歹毒的武剑 众人一看这情况 都知道灵霄要倒霉了 毕竟距离只有一尺左右 正全又是突然攻击 灵霄怎么可能挡得住呢 然而灵霄的脸上 却是冷笑不变 身体之上 猛然窜出一股浓烈喷涌的炽热岩浆 岩浆化作一个巨大的手掌 猛然轰向了那兵箭 速度之快 甚至于很多人根本就没有看清楚 强悍的岩浆巨手轻易便将那兵箭融化 带着不可阻挡的趋势 朝着正全的身上轰去 灵霄可没有受欺负的习惯 既然对方已经动手 他才不会像陈鸾那样 忍辱负重 他要反击 眼见那岩浆巨手轰来 正全明显脸上浮现出一丝慌乱 但他毕竟是魔龙教弟子 倒是也做出了一些反应 为了对抗这岩浆巨手 他不得不退后一步 放弃了去打灵霄耳光的动作 而后双手凝聚成了拳头 寒冰浮现在拳头之上 形成了一头冰雕一般的猛虎 朝着灵霄那岩浆巨手挡去 恐怖的热量瞬间袭来 冰雕一般的猛虎全境 竟然冒出了丝丝白气 正全心中暗暗叫苦 怎么随便拿捏一个废物 都会失算 眼前这小子 分明不是那么好对付的 他想撤手 然而此时却是骑虎难下 不得不硬扛了 然而此时的他 却看到了灵霄的手掌轻轻举起 而后朝着他的脸上抽来 他心中大惊 吼道 贼子 你敢 说话间 他也顾不上面子 脚下一蹬 就要朝后退去 此时的他 已经完全落在下风 如果再被对方抽这么一巴掌 那真是要丢人丢到家了 然而他的速度 如何能够跟灵霄相比 他退了四步 却丝毫距离也没有拉开 啪 清脆响亮的耳光声传出 那一瞬 整个魔龙城外 所有人都愣住了 包括之前 还嚣张跋扈的正全 他竟然被人打了 而且那么轻松 就抽在了他的脸上 这让他简直不敢相信 明明是他要打灵霄的耳光 怎么反过来 成了他被灵霄抽耳光了呢 灵霄的力道 可不小 这一巴掌抽上去 正全直接原地转了好几个圈 脸上那血红色的掌印 非常明显 一股剧痛袭来 可这却并非正全最郁闷的 他最不爽的是 自己的尊严 被这一巴掌 彻底毁了 身上的疼痛 尚且能够忍受 可是这尊严上的痛楚 却无法弥合 这么多人 都看着呢呀 他简直想要找个地方 直接钻下去 你 你真敢打我 正全到现在 还是没明白过来 灵霄这个家伙 竟然真得敢打他 他可是魔龙教中 为弟子啊 他眼睛里血红一片 分明是透着无比的愤怒 可是却又不敢还手 因为对灵霄 他已经产生了忌惮之心 你是白痴吗 之前你对我出言不逊 我因为着急别的事情 懒得与你这种 萧小之人计较 但你竟然要动手打我 我打你怎么了 身为教主唯一的关门弟子 我的地位 比你高得多 莫说打你 就算杀了你 恐怕也不会有事 灵霄心中觉得好笑 自己连陈国王室那些人 都敢杀 区区一个魔龙教中 为弟子 在他面前算个屁 竟然还说什么 怎么敢打他 这种白痴的话 也说得出来 到底是天真呢 还是真的愚蠢 滚开 最好不要再挡在我的面前 否则的话 我让你血剑舞步 说话间 灵霄直接飞起一脚 速度和力道 都比之前那一巴掌厉害得多 只听得轰然一声 郑权整个人都被踹飞出去 重重撞在了城墙之上 听到郑权身体 与城墙碰撞 所发出的轰鸣声 众人心头都不由地颤了颤 心道 这小子够狠 难道真是魔龙教教主 陈不义的关门弟子 大胆 和郑权一起的那名少女柳婿 见到自己同伴被打 灯是勃然大怒 竟然大叫一声 催动胯下巨熊 朝着灵霄杀去 灵霄的眼中 有一抹森然的寒芒在酝酿 住手 就在此时 陈鸣站了出来 拦在了柳婿的身前 冷冷道 我已经说过了 这位是教主新收的关门弟子 打他 就是对教主不敬 柳婿 你还要继续吗 陈鸣 中尉弟子的纠纷 咱们就不要掺和了吧 咱们魔龙教的教规 可是很明确地说明了 私下斗殴是允许的 只有从这种环境之中活下来的武者 才是真正的强者 柳妍突然出手攻向陈鸣 虽然他的修为不如陈鸣 但相差不过一个小境界而已 所以他的攻击 陈鸣也不得不正经面对 陈鸣大哥 不必担心我 灵霄的声音 在陈鸣耳边响起 陈鸣无奈叹了口气 这就是现状 堂堂教主的义子 却被人如此欺辱 他心里头也是憋屈啊 本章完 霸天武魂 第2702章 无上雄威 我的名字叫灵霄 你小心点 说完话 陈鸣冲向了柳妍 为了防止柳妍攻击灵霄 他这个选择 还算是蛮明智的 陈鸣刚刚让开 柳絮便让白熊杀了过来 那巨大的身前 站在灵霄面前 就如同一个巨人 而灵霄 不过是小小的侏儒而已 柳絮妹妹 我来帮你 被灵霄打得起不了身的政权 心中却充满了愤恨 此时的他 才不管什么教主不教主 他的想法只有一个 那就是让灵霄去死 他自己无法动弹 便控制那猛虎 扑向灵霄 一前一后 两个异星十一层地狱 前期站立的妖兽 再加上柳絮这个修为 不弱于两个妖兽的舞者 在所有人看来 灵霄的近况 可是非常不妙 你们这是在找死 灵霄的眼眸中 闪过了一抹阴风的寒光 而后 他的手突然一晃 人们只看到两道犀利的血色光芒 在虚空中一闪而没 然后 那两头妖兽 便倒在了血泊之中 只有出的气 没有进的气了 柳絮被白熊 直接从身上甩了下来 惊恐无比地看着灵霄 刚刚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情 他根本就没有看清楚 但却能感受到 那犀利的剑气 有多么可怕 这家伙 原来是个剑客 好可怕的剑气 好快的剑光 这一次魔龙教教主 怕是捡到宝了 这小子虽然现在修为不强 但能越级挑战 肯定是绝世天才啊 就算不比那战亲王陈苍雄强 但也一定比其他人更强 人群中传来阵阵惊呼之声 灵霄的表现 大大满足了他们的好奇心 和期待感 人嘛 有时候总是喜欢倾向于弱者的 只不过灵霄这个弱者 似乎根本就是装出来的 你 柳旭和郑权不约而同地喊出了一声 神情惶恐非常 最好少说话 否则下一次 死的就是你们两个了 灵霄冷漠地看了两人一眼 花音落下之后 不管是柳旭还是郑权 都闭上了嘴巴 虽然心中愤怒无比 可那胆怯的目光 却绝对无法掩饰 他们傲慢无礼 但却因为实力不如人 因为怕死而畏首畏尾 我以为三大宗老的弟子 有多厉害呢 现在看起来 也不过就是经不起考验的废物而已 口口声声别人是废物 现在被教训了吧 看到灵霄击败了郑权和柳旭 沉暖感觉到 窝在心头的一团怒火 彻底消散 忍不住讽刺了一句 郑权和柳旭都要打灵霄的耳光 却反而被灵霄轻易击败 连话都不敢多说一句 这人算是丢到家了 哼 两个废物 还不滚到一边去 真给咱们宗老长脸 柳妍已经停下了与陈鸾的战斗 脸色有些铁青 柳旭是他的堂妹 而郑权 也是他爷爷第三宗老的弟子 但今天这表现 实在难让人满意 以前都是他们压着教主这一派 而今 却似乎变成了教主压制他们了 只会躲在背后 窜夺别人的废物 是你刚刚让他挣拳来打我耳光的吧 突然 灵霄看向了柳妍 目光中透着几分不屑于挖苦之意 这柳妍自以为是的样子 当真让人恶心 听到这话 周围议论纷纷的声音 瞬间就停了下来 就连陈鸾也愕然看着灵霄 心中苦笑 这家伙 难道是在挑衅柳妍 柳妍可不是郑权跟柳婿那两个废物啊 他在中卫弟子之中 可是顶尖的存在啊 陈鸾真替灵霄捏了一把汗 虽然灵霄之前 逆转击败了战亲王陈苍雄 但后来 不知道什么原因 修为下降到了一转阴阳境九层地狱巅峰 以这个修为跟柳妍战斗 那绝对不可能赢的 差距实在太大了 小子 你这是在找死吗 如果本公子出手 你还能像现在这么嚣张 柳妍之所以不愿意亲自动手 那是因为他足够狡猾 他其实已经相信了 灵霄是魔龙教教主陈不义的关门弟子 就算他有足够的实力 让灵霄跪地求饶 但也不敢轻易动手 因为一旦动手 很可能会惹来麻烦的 郑权和柳婿那两个蠢货不懂 他可是很清楚的 你们这些人嘴皮子上的功夫我已经领教过了 的确很厉害 但本事嘛 呵呵 灵霄轻蔑地看了郑权和柳婿一眼 透着浓浓的讽刺之意 废物 你想过惹恼本公子的后果吗 柳妍真得恼了 之前 他还能冷静地思考出手之后的后果 但现在 他觉得自己 有些忍不住了 这个灵霄 真的是太会让人愤怒了 白痴 那你想过一口一个废物的称呼 会是什么后果吗 灵霄向前跨出一步 越过了尘鸾 站在了柳妍身前 身上一股强大的气息喷涌而出 似乎要与柳妍开战 柳妍眯缝着眼睛 突然间哈哈大笑起来 废物 你有什么资格让本公子出手 本公子出身高贵 原是陈国贵族 如今更是魔龙教第三宗老的亲孙子 我入室轮回二十一岁 便将修为提升到 一转阴阳进十层 地狱巅峰 无论是出身 还是天赋 亦或现在的实力 都比你强 你告诉我一个理由 你这个废物 在我面前 有什么可叫嚣的 若非看在陈鸾的面子上 你以为你 现在还能站在那里 灵霄不屑冷笑一声 哼哼 原来这就是所谓的天才 我入室轮回之地 只是羽化镇那偏远小镇 得不到任何好的修炼资源 但我靠着自己的努力 在入室轮回十七岁修为 便已经远超于你 甚至击败了战亲王陈苍雄 在我面前 你连废物都不是 你只是一个屁 灵霄站在那里 舍我其谁的气势 让许多人都忍不住赞叹起来 这人的性格 还真是有点像昔日魔龙教教主 陈不义年轻时候 犹如一柄锋利无比的绝世魔剑 谁也不敢轻易触其锋芒 听着灵霄的话 魔龙城外 仿佛炸开了一口锅 瞬间就变得热闹起来 不是吧 他说他击败了战亲王陈苍雄 这可能吗 难道他就是这些日子 声名雀起的那个灵霄 怪不得会被教主 收为关门弟子 原来是他 好家伙 如果是他的话 那柳炎还真无法与他相比 怪不得郑全和柳絮 会败得那么惨 本章完 霸天武魂 第2703章 柳炎 吓得产生幻觉的可怜虫 幸亏是同门 不然现在郑全和柳絮 可能连小命都没了吧 我可是听说 那灵霄 如今已经是火山极恶榜上排名第一的人了 排名比教主还高 就因为他在雷都的所作所为 只是没想到 他连陈苍雄也给击败了 郑全和柳絮两个人 脸色惨白一片 灵霄的种种传闻 在魔龙教早已经传开了 而这个灵霄的战绩 更是让魔龙教无数弟子 为之震撼倾倒 现在 这个人就站在他们面前 然而却是他们的敌人 不可能 吹牛的吧 就算你是灵霄 我也绝不相信你能击败陈苍雄 柳炎突然大喊一声道 他可没吹牛 整个过程 我都看在眼里 若非是他 我已经被陈苍雄给杀了 教主他老人家 也见识了灵霄 逆转陈苍雄的那惊天荧幕 要不然你们以为 教主为什么会选他为关门弟子 陈苍看着柳炎 讽刺地说道 你平日里作威作福习惯了 今天知道 天外有天 人外有人了吧 哼 你说的话 谁能相信 有何凭证 柳炎当然不愿意相信陈苍所说的话 他冷哼一声道 我说陈师兄 你也犯不着 为了给他造势 编出那样荒谬的理由吧 哼 突然 一把血红色的长剑 出现在了灵霄手中 你要证据吗 血雷王剑 你可认识 灵霄轻蔑地看着柳炎 这种只懂得内斗的废物 是他最看不上眼的 有本事 你就去跟陈国王室斗 跟你的敌人斗 没错 那真是血雷王剑 人群中爆发出一声惊呼 我曾见过陈苍雄用过此剑 完全一模一样 气息也没有任何差异 这世上 不可能会有一模一样的两把剑 我也见过 好家伙 这灵霄 还真得将陈苍雄击败了 那他表面上的修为 应该是装出来的吧 肯定是 这世上是有一些 喜欢扮猪吃虎的腹黑舞者呀 或许他就是 人们议论纷纷 早已经把灵霄捧到天上去了 此时就连柳炎 也绝不敢再与灵霄动手 就算魔龙教教主 臣不易不管这事 他也根本没有把握 去战胜灵霄 灵霄这家伙 比他想象中的 可要强大得多啊 放心 我不会欺负你的 因为你根本不是我的对手 灵霄看着柳炎那忌惮的样子 不由冷笑道 不过 你对我不敬 还是要略施成见 你要是能打败 我的小伙伴小金 今天的事就一笔勾销 他轻轻摸了摸小金的脑袋 小金发出了两声鸟叫 这让柳炎的脸色 铁青到了极致 你敢如此侮辱我 就算你比我强 也不能拿一只鸟来讽刺我 他觉得自己被轻视了 被侮辱了 不不不 你误会了 让小金出手 你恐怕都挡不住一招 所以 你千万不要觉得自己被轻视了 相反 我很重视你啊 灵霄晃了晃手指 笑眯眯的说道 虽然不能一来 这里就杀人 但给这些家伙一个下马威 好让他们知道 他灵霄不是好惹的 这样才能避免一些人来找麻烦 他才有更多的时间去修炼 那我就先杀了他 让你明白 我柳炎是不可侮辱的 柳炎怒吼一声 背后释放出了五魂 竟然是一条碧绿色的长蛇 这蛇吐着性子 释放出了无比邪恶的气息 原来 是蛇武魂 我倒是见过好几个人了 我的一个朋友 也是蛇武魂 但为人可比你上档次多了 灵霄看着柳炎的武魂 淡淡笑道 就算你动用了武魂 也没用 在小金面前 他就是一条微不足道的小虫子 小金 下手不要太狠 给他一点教训就行了 毕竟是同门嘛 灵霄轻声说道 他话音刚落 小金骤然化作一道金光 扑向了柳炎 甚至都没有变回那巨大金屋的原形 就是一只巴掌大的小鸟 简直是找死 柳炎冷笑一声 灵霄竟然如此藐视他 居然让这么一个巴掌大的小鸟来对付他 这让他心里头 简直好像要被愤怒的火焰撑爆一般 他不光是要杀死小金 更要让小金死得非常难看 突然 他一拳轰出 这拳头犹如巨蟒一般盘旋前进 释放出巨兽一般恐怖的威压 但就在那一瞬间 柳炎忽然打了个寒颤 不是因为冷 而是因为无比的恐惧 他感觉到了 那巴掌大的小鸟身上 释放出来的 毁天灭地的恐怖气息 那种气息 仿佛能够将他整个人完全融化 不留下一丝一毫的痕迹 他甚至已经产生了错觉 看到自己的身体 在烈火之中 被疯狂断烧 而他只能惨叫 完全不能反抗 不 这怎么可能 我居然真的不是这小鸟的对手 原来我连一个禽兽都不如 竟然还妄图击败他的主人 这一刻 柳炎陷入到了无比绝望挫败的感觉之中 面对这金色小鸟的袭击 他完全失去了抵抗的勇气 因为无论怎么抵抗 似乎最后都免不了一死 这样的感觉 说起来话长 但实际上 就是一瞬间的事情 周围的人没感觉出什么 甚至觉得有些好笑 他们真得不明白 灵霄为什么让一只金色的小鸟 去对付柳炎 但此时的柳炎 却已经感受到了那种炽热的痛苦 他的拳头 仿佛被扔进了可怕的烈焰之中 他能感觉到 皮肤在被烧焦 骨头在被融化 啊 他爆发出了惊天动地的惨叫声 然而在旁人看来 却有些不太明白 因为那金色的小鸟 并没有攻击到柳炎 只是停在柳炎身前一尺左右的地方 拍打着翅膀 柳炎却抱着头 在那里痛苦地惨叫 他因为过度害怕 竟然产生了幻觉 因为小金释放出来的可怕威压 陷入到了混乱的状态之中 没想到 你比我想象中的还要废物 小金 回来吧 灵霄招了招手 小金便飞回到了他的肩膀之上 而此时 柳炎也从混乱中恢复过来 结果听到的第一段话却是 会被我的小伙伴 吓得分辨不清幻觉与真实 你这样的舞者啊 真得是让人觉得可笑之极 贵族 宗老的孙子 天赋初衷 实力比我强 你不觉得自己的这些话 简直就成了天大的笑话吗 灵霄轻蔑地看着柳炎 他是真没料到 这次这么不济 本章完 霸天武魂 第2704章 臭不可闻的第三宗老 此时此刻 之前以高傲的目光藐视灵霄 以恶毒的语言侮辱灵霄的那些人 心里头的滋味 都不怎么好受 不管是柳炎 郑权 还是柳旭 亦或其余那些隶属宗老阵营的弟子 都纷纷低下了头 他们说 灵霄是废物 想要看灵霄的笑话 然而这一刻 灵霄却击败了郑权和柳旭 更是吓得柳炎产生幻觉 到现在还战战兢兢 如果说灵霄是废物 那他们算什么 是否连废物都不如 陈鸾大哥 我听说宗老们的弟子 都是各个初衷 但现在看起来 似乎并非如此啊 灵霄淡淡说了一句 确实连三位宗老都给挖苦了 住口 灵霄的话刚说完 魔龙城内忽然传来一股可怕的气息 一位老者破空而来 出现在了城门上空 陈鸾急忙挡在了灵霄之前 压低了声音道 这便是第三宗老 实力与陈国王室的子雷将军差不多 你现在绝对不是他的对手 千万不要硬顶 灵霄没有回答 是不是要硬顶 那得看对方的态度 他连子雷将军都给杀了 这第三宗老 其实也没什么可怕的 以他跟小金联手的实力 要将这次干掉 也并非不可能 看到第三宗老清零 所有议论声瞬间平息下来 第三宗老的实力 虽然是三位宗老之中最差的一个 但在别人看来 却依然是高不可攀的 就算是上位弟子 也要给他几分薄面 更何况中位弟子 第三宗老冷冷 看了灵霄一眼 旋即便看向了柳妍 废物 平日里怎么教导你的 关键时候 却被一只禽兽 吓得浑身发抖 他的话 可没有给柳妍留任何面子 抬起头来 像得男人一样 不要低着头 柳妍抬起头 战战兢兢地 看着第三宗老 这是他的爷爷 同时也是他的恩师 今天他当着这么多人的面 被一只禽鸟 吓得浑身发抖 这不光是给自己丢脸 更是给他爷爷丢脸啊 爷爷 柳妍实在不敢 只是第三宗老 只能低着头叫了一声 闭嘴 你还有脸喊我爷爷 我们家没有你这种废物 第三宗老冷哼一声 态度十分不快 很显然 比起灵霄说的那番话 他更在意的是 柳妍居然被吓成那样 纵然战败 也比被吓傻要好得多 爷爷教训的是 苏儿的确给祖上蒙羞了 不管第三宗老说什么 柳妍都不敢顶嘴 蒙羞 你知道就好 武道意图并非坦途 修炼武技 更要修炼武者之心 没有一颗坚定的武者之心 纵然天赋再强 武技再高 遇到挫折 也只知道畏惧不前 从此一决不起 然而内心强大之人 却有一颗强者之心 无畏无惧 这种人 才是能够真正成就武道大业之人 败了 不要紧 没有什么人是长圣将军 胜败乃武家长事 关键是要在失败中汲取教训 变得更强 懂了吗 到底是亲爷爷 在一番打击之后 又是一番阵笼发聩的声音 听着这番话 柳妍那混乱的心 瞬间平静了下来 是啊 败了 并非死了 只要活着 就还有机会 爷爷 我懂了 我不会再这样了 柳妍深吸了一口气 弯腰到九十度 郑重其事地 给自己的爷爷施了个礼 懂了就好 在一边站着吧 你的事解决了 这小子的事 还没解决呢 敢诋毁我魔龙教宗老 谁给他这么大的胆子 第三宗老 看向了灵霄 强悍的气势 如同一头猛兽扑向灵霄 他想要让灵霄品尝一下 他孙子承受过的巨大压力 想要让灵霄也产生幻觉 狼狈不堪 只可惜 从一开始 他这个想法 就不可能实现 灵霄修为是降低了 但他心境却没有降下来 他的气势 甚至比这位宗老还要更强 但灵霄也不得不承认 眼前的第三宗老 的确让人有些敬畏 三言两语之间 就能让柳言恢复心智 变得坚强起来 从沉沦的泥潭里面 得到了拯救 这绝对不是一般人能做得到的 小子 我在问你呢 擅闯魔龙城 你好大的胆子 第三宗老盯着灵霄 心中有些惊讶 自己那强大的气息 竟然没有让这小子沉浮 这让他不太满意 于是 他的声音提高了几分 灵霄觉得好笑 自己擅闯魔龙城 难道这老东西 真当一旁的魔龙 使沉沦不存在啊 擅闯 这还真得是欲加之罪 何患无辞 第三宗老 此人是教主新收的关门弟子 是我亲自带他过来的 所以不是擅闯 沉沦也皱了皱眉道 闭嘴 小小一个魔龙屎 这里哪有你说话的份 或许是平日里 嚣张跋扈习惯了 第三宗老 根本不给沉沦的面子 要知道 论修为 其实沉沦跟这位 第三宗老是相当的 当然 战斗力上 沉沦与第三宗老差距 还是挺大的 这就是经验问题了 不过即便如此 他如此不给沉沦面子 这明摆着 就是不给魔龙教教主 沉不义的面子 俗话说得好 打狗还得看主人呢 这沉沦 好歹可是沉不义的意思啊 小子 老夫在问你的话呢 你擅闯魔龙城 究竟意欲何为 居然还打上我魔龙教弟子 真当我魔龙教无人吗 没有再理会沉沦 第三宗老看向了灵霄 用非常狂躁的语气 大声质问道 听到这话 那些隶属于宗老派 和副教派的舞者 都暗暗交好 宗老派和副教派 虽然是两派 但其实 一直是联合在一起 对抗教主派的 毕竟教主虽然弟子不长进 可是本身修为太强 他们不联手 还真不行 这两派的舞者 看到灵霄要倒霉 心里头简直高兴的 都要跳舞了 而教主派的弟子 心中却是非常不快 这第三宗老 摆明了 就是混淆是非 欲加之罪 想要找借口 对付灵霄而已 这是连教主的面子都不给 他们也帮不上什么忙了 只能期待陈鸾 还能跟着第三宗老 打上一会儿 灵霄看着这个第三宗老 本来还以为是个人物呢 没想到是一坨屎 真得是臭不可闻 堂堂宗老 竟然也跟小辈一样 来这里装腔做事 一看就是上不了台面的家伙 本章完 霸天武魂 第2705章 为师给你讨回一个公道 灵霄冷笑一声道 第三宗老 早听人说宗老派的人 个个嚣张跋扈 不把教主派的弟子放在眼里 甚至连教主本人都不当回事 本来以为只是传言 当不得真 现在看起来 应该不假了 我不止一次说过 我是教主新收的关门弟子 更有魔龙使沉沦作证 你竟然还在这里颠倒黑白 说我擅闯魔龙城 我倒是想要问问 你居心何在 想要造反吗 想要对教主取而代之 放肆 灵霄一番话 显然是戳中了第三宗老的痛处 他自然是不可能 让灵霄继续说下去的 你说 你是教主的关门弟子 我还是魔龙教的宗老呢 别说你这小子一看就不是好东西 就算你真得是教主的关门弟子 又如何 教主都得给老夫三分薄面 更何况你 现在跪下 承认错误 老夫可以放你活着滚蛋 哼 好大的口气 果然是实力为尊的世界啊 没实力 就算有道理 也会变成没道理 而实力强大之人 便可以指鹿为马 颠倒黑白 甚至无中生有 欲加之罪 灵霄心中叹息 尽管之前 遇到的很多事情 都一次次印证了这样的事实 但他却始终希望 这个世界不要那么现实 不要那么让人绝望 只可惜 事与愿违啊 眼前的第三宗老 显然根本就不会跟他讲道理 或许他之前就已经在附近了 但是 以为柳妍可以轻松收拾他灵霄 便没有出现 恐怕就算灵霄被杀了 他也不会多说一句话 甚至不会露面的 但现在 灵霄不过是吓唬吓唬柳妍 都没伤起一根汗毛 这老东西 居然出来 指责他 擅闯魔龙城 伤害魔龙教弟子 这帽子 扣得可真够大的 完全就是诚信找茬 简直岂有此理 第三宗老 过分了呀 我想我需要再提醒你一句 魔龙教是属于教主的 不是你的 别分不清自己的地位 他可是教主亲自挑选的关门弟子 你既然让他跪下道歉 还让他滚蛋 就不怕教主知道了之后怪罪吗 陈鸾真得听不下去了 他被侮辱 已经习惯了 所以不觉得什么 可是这个第三宗老 简直越说越离谱 摆明了是连教主的面子 也不给 这让他还如何能忍 老夫说了 让你闭嘴 你听不懂吗 别说教主不在这里 就算教主在这里 老夫也敢当着他的面教训你 你信不信 第三宗老爸到知己 陈鸾还要再说些什么 却被灵霄拦住了 陈鸾大哥 不用跟他理论了 这老东西 显然连我师尊都不放在眼里 把人家逼急了 搞不好把咱们两个都给杀了 说这番话的时候 灵霄颇有些挑衅的味道 他相信第三宗老 虽然看着放肆 但却也绝对不敢杀他 否则的话 这就等于向陈不义直接宣战了 在没有完全掌控魔龙教之前 宗老派和副教派 可都不敢这么干的 放心 老夫不会杀你 但会废掉你所有的修为 等你成了废物 我倒要看看 教主还会不会护着你 第三宗老双眼中 透出残忍的表情 仿佛就像是再说 要杀死一只鸡那样容易 他根本没有把灵霄当回事 废掉灵霄 只是给陈不义看的 因为他要试探一下陈不义的底线 他知道 灵霄天赋出众 正因为如此才要尽早把这个祸害给灭绝了 不然有了这小子帮助 陈不义的势力必然大增 到时候 他们要想压制教主派就更难了 反正现在的灵霄还太过弱小 只要他愿意 随便出手就可以把这小子给捏死了 这样不光是打压了灵霄 灵霄还同时削弱了教主派的实力 何乐而不为呢 废我修为 好霸道的说法 我倒要看看 你怎么废我 灵霄的神色冷漠了起来 魔龙教不愧是魔龙教啊 这行事风格还果然有魔头的样子 这个第三宗老 简直霸道之极 对人说杀就杀 说废就废 完全不考虑后果 也更不会考虑别人的感受 你的天赋高又如何 你有过璀璨的经历 又如何 你不是我的人 不肯屈从于我 你就必须得付出代价 要么杀了你 要么毁了你 还真应了那句话 顺我者昌 你我者亡啊 所以 玄界的弱者 都是很悲惨的 尤其是那些普通人 如同路上的蚂蚁一般 说不定哪一天 遇到哪个强者心情不好 就会死上成千上万 甚至有时候 那些强者杀了这些普通人 却根本没有感觉 好在 林霄不是普通人 相反他很强 而且 他还有个强大的兄弟 叫小金 他还有强大到逆天的绝技 第三宗老想要废掉他 可并非那么容易 哈哈 刘老三 你要废了谁啊 我这教主之位 是不是要让给你做呢 忽然间 远处传来一道 嘹亮的大笑声 笑声中 第三宗老脸色苍白 嘴角竟然一出血丝来 陈不义回来了 他一出现 就给了第三宗老一个下马威 竟然单纯以内力 将其震伤 看到陈不义 人群突然间就沸腾起来 魔龙教主陈不义 是一手创建魔龙教的人 也是被誉为陈国的最强武者 这样的人 怎能不让人惊叹 怎能不让人佩服 当然 同一时间 这些人心中也开始确认 林霄果然没有说谎 他真得是被教主陈不义看中了 要说为关门弟子啊 哎 果然是真正的林霄啊 教主这是要将他培养成 能够对抗陈苍雄的强者 看起来应该如此了 虽然林霄或许赢过陈苍雄 但应该只是一个意外 再次遇到 就没那么容易了 所以他需要教主帮忙 而教主也正好需要一个人 可以替他清理门户 人们心中都十分惊叹 尤其是那曾经挖苦 嘲讽过林霄的政权 柳絮以及柳妍 脸色都不怎么好看 他们可是几次三番地说 林霄不可能是教主 陈不义的关门弟子啊 好徒儿 让你受委屈了 看起来为师这些年不发飙 有些人真以为为师 从猛虎变成猫咪了呀 陈不义看着林霄笑道 你放心 你受过的委屈 为师给你讨回一个公道 谁侮辱了你 我就让他给你赔礼道歉 本章完 霸天武魂 第2706章 教主的威风 听到吧 刘老三 给我这乖徒儿道歉 千万别比我动手 陈不义冷冷看向了第三宗老 他心中已经决定 为了培养这个徒弟 要不惜一切代价 最起码 在让这个徒弟入门的时候 不会被人欺负 听到这话 众人都是心中一惊 简直不敢相信所听到的事情 为了灵霄 教主竟然让第三宗老道歉 这简直太不可思议了 对此 灵霄倒是很坦然 身为教主弟子 总是要有些特权的 不能一来就被宗老欺负吧 陈不义 这是要敲打敲打宗老派和副教派 杀鸡给侯看呢 教主 第三宗老脸色阴沉 目光中透着些不甘 看着陈不义 你还知道本座是教主啊 陈不义冷冷看了第三宗老一眼道 是你自己道歉呢 还是让本座动手 第三宗老那张老脸 仗得通红 几乎都要滴出血来 但他能感觉到 陈不义今天是真得恼了 如果他不道歉 恐怕将要承受的 便是雷霆之怒 咬了咬牙 他看向了灵霄 随口说道 抱歉了 方才是老夫唐突了 你这也叫道歉 不要敷衍 给本座态度诚恳一点 陈不义眉头一皱 对于第三宗老这种随口道歉的态度 他相当不满 恐怖的气息 瞬间包裹了第三宗老 让第三宗老浑身 都剧烈颤抖了一下 围观的众人 更是惊讶不已 这灵霄 当真好威风啊 居然可以让教主为他做到这一步 看起来灵霄的天赋当真十分出众 否则的话 教主如何会这般态度 要知道 第三宗老好歹也是昔日的贵族 也是跟陈不义一块打拼到现在的 在魔龙教中 地位十分崇高 现在陈不义竟然让他向灵霄道歉 这真得是让人感到有些不可思议 教主 老夫好歹也是第三宗老 就算为魔龙教没有功劳 也有苦劳 您不能如此待我 第三宗老脸色愈发难看 咬牙说道 哼 就是本座平日里太骄纵你们了 才会让你们目中无人 连本座的关门弟子也要欺辱 你们难道不知道 关门弟子意味着什么吗 打他的脸 就是打本座的脸 魔龙教第一条规则 便是辱教主者死 本座不杀你 让你道歉而已 难道还委屈你了不成 尘不义冷哼一声 丝毫不给第三宗老面子 以前 因为没有好的继承人 他也觉得没什么笨头 所以对宗老派和副教派 多少有些迁就 这便导致了教主派 被人欺辱过多 但现在有了灵霄 他重新有了笨头 这第三宗老竟然还赶出他的眉头 既然如此 他只能先拿这个第三宗老 来下刀子了 第三宗老感受着 陈不义那冷漠的杀意 身体剧烈颤抖着 虽然心中不甘 屈辱至极 可他依然只能看向灵霄 然后恭恭敬敬地俯身道 抱歉 方才是老夫做事不够公寓 以大欺小 还望少侠不要放在心上 这一次 他最起码表面上态度非常诚恳 堂堂第三宗老都给灵霄鞠躬弯腰了 陈不义随即看向了灵霄问道 乖图 你觉得怎么样 不满意的话 为师还可以让他付出更大的代价 罢了 宗老能够为我弯腰 已经算是不错了 我灵霄不是那种得理不饶人的人 只希望以后不要再发生此类事情 今天的事就一笔勾销了 灵霄能怎么办 总不能让陈不义杀了第三宗老吧 那样一来 魔龙教真得就要内斗开始了 反正那第三宗老也没对他怎么样 这事就算撂下了 更何况 他心中着急 去看望自己的恩人 黑夜无形 也没那份心思 好 既然你满意了那就好 这是 你要的巨蟒腰盒 本座替你拿来了 陈不义取出了一个闪耀着红色光芒的妖兽金盒 上面还有淡淡的紫檀香气 没错 就是这个 多谢师尊 灵霄心中 当真十分感激 如果没有陈不义 他是不可能得到 这等级别的妖兽金盒的 有了这东西 他被封印的一百六十天修为 就可以完全破解了 这就是有靠山的好处啊 走 随为师进魔龙城 陈不义带着灵霄 陈鸾 踏入了魔龙城中 这魔龙城的内部构造 与雷都区别不大 唯有那中央地区的魔宫 看起来有些猙獰恐怖 整体造型 竟然仿佛一头暴怒的妖魔 颇有些象征意义 到了里面 才发现 这竟然是一片鸟语花香之地 并没有外部那么猙獰可怕 或许是外面发生的事情 都已经传了进来 陈不义三人走在路上的时候 那些人全部恭恭敬敬 或者跪下 或者弯腰失礼 等他们走开之后 便又开始议论纷纷 讨论着灵霄的事情 他就是灵霄吗 好英俊的少年 英俊个屁 还不如本公子呢 只是传闻他 击败了紫雷将军 不知道是真是假 紫雷将军那事儿 肯定是真的 当时有好几个魔龙使都看到了 最让人无法相信的是 他居然击败了战亲王陈苍雄 还抢了陈苍雄的血雷王剑 则则 听说教主要收这小子为徒呢 刚刚在城外 还迫使第三宗老 向这位新收的徒弟道歉呢 教主很长时间没有发威了 这一次 恐怕是真得要对魔龙教 进行一番整顿了 众人议论纷纷 各有猜测 不过对灵霄的修为 都有些不太明白 这家伙明明看起来 只有一转阴阳进九层地狱巅峰修为 却能够击败子雷将军 对啊 这也是我不明白的地方 要知道在城外 他可是轻易击败了郑权和柳絮 这实在有些匪夷所思 他身上有只宠物 也很是不俗啊 居然把柳妍都吓得差点尿裤子了 哈哈 怪不得第三宗老会发飙呢 这可是太丢人了 听着这样的议论声 灵霄却是淡淡一笑 哪里有人 哪里就有争斗 这世上 本就没有托凡出臣的存在 包括他这师尊臣不义 也一样是个俗人 但灵霄喜欢俗人 俗人才有七情六欲 才能真正被人信任 更何况 魔龙教这种地方 虽然外界的舞者 对他有些误解 但说他是魔窟 倒也不算错 魔龙教为了对抗陈伯王室 可是招揽了不少江湖恶徒的 本章完 霸天武魂 第2707章 萧章的三大宗老 来到魔宫教主大殿 陈不义看了灵霄一眼道 黑夜无形 此刻正在进行治疗 不宜打扰 你稍稍忍耐一下 为师先将你介绍给宗门高层 之后 你想去做什么 都更加容易 不然没个身份 寸步难行的 一切听师尊吩咐 灵霄知道 有些事情急不得 虽然他现在很担心黑夜无形 但该忍耐的时候 还得忍耐 嗯 陈鸾 去通知一下吧 让两位副教主 三位宗老 九位长老 以及十三个最高魔龙使 包括还在魔龙城的分舵舵主 都过来 为父要当着他们的面 宣布收灵霄为徒的事情 陈不义看向了陈鸾道 知道了 义父 陈鸾领命 转身离开 陈不义让灵霄坐在自己旁边 然后叮嘱道 徒儿 为师今天虽然替你压制了那第三宗老 你以后的日子 怕是不好过了呀 别人暂且可以不用去管 但三位宗老 还有两位副教主 都是教中举足轻重的人物 一般情况下 他们不来招惹为师 为师也不会去招惹他们 保持着微妙的平衡 但今天为了你 为师破坏了这个平衡 所以他们肯定会做些什么 你一定要小心 平日里多隐远一些 毕竟为师不可能时时刻刻都护着你 师尊 那五个人 修为如何 灵霄并未回应陈不义的话 反而开口问道 第三宗老你见过了 他的实力 与紫雷将军差不多 第二宗老的实力 与雷尊相当 第一宗老则堪比雷帝了 都非常强大 至于两位副教主 那都是一转阴阳进十二层地狱的强者 就算是陈国背后的那五个祖老 也不一定能胜过他们 这五个人一旦联手 为师都要头疼呢 所以一般情况下 为师不会轻易动他们 陈不义回答道 如此说的话 万一他们不同意 师尊你收徒的打算呢 灵霄问道 哼 为师好歹也是魔龙教教主 虽然有时候 为了保持平衡 会让着他们 但这件事情 为师既然做了决定 岂容他们插手 陈不义冷哼一声道 你尽管放心就好 他们就算针对你 也只能按照规矩办事 不敢乱来的 他这话 灵霄听明白了 那三位宗老和两位副教主 就算要对付他 也一定不敢明着来 但被地理利用一些事情 对他下手 还是肯定会的 不过他何惧之有 既然有人想要陪他玩 那他就玩吧 反正他这人 是最怕没有对手的 对手越多 他的修为提升也就越快 这对他来说 绝对是一件天大的好事 可不是什么坏事啊 没过多久 陈不义召集的人 基本都偶 已经到齐了 唯有两位副教主 和三位宗老 仍迟迟未到 灵霄知道 这是再给陈不义施压呢 他注意到自己的师尊 陈不义脸色不怎么好 估计待会儿 恐怕有人要倒霉了 赶在这个时候 赶在这个时候 处臣不义的眉头 真得就是欠走了 来的人都好奇地看着 坐在陈不义身旁的灵霄 心中困惑不已 陈不义可是教主 竟然让灵霄与他平起平坐 这是否意味着 灵霄已经被陈不义内定为魔龙教教主的未来人选了 这也未免太快了一点吧 这些人嘴上不敢说话 都在用灵魂传音私底下议论着 这就是那传闻中 闹得陈国王都不可开交的灵霄 修为怎么看起来并不强啊 或许隐藏了实力吧 毕竟是击败了紫雷将军的人 咱们怕是看不透的 教主真要收他为徒 肯定是 不然也不可能召集咱们了 教主这么些年 也没找到什么好徒弟 这一次遇到了这个宝贝 那还不赶紧抓紧了呀 就怕待会儿三位宗老不会给教主面子 万一这小家伙 在众人面前出了丑 教主可就尴尬了 我倒是觉得不至于 这小家伙 既然能击败紫雷将军 必有特殊之处 三位宗老是很强 但也不敢当着教主的面出手 想必就是气势上的威亚 这小家伙 应该还是能挺得住的 是不是能挺得住 待会儿就知道了 时间过去了很久 三位宗老才迟迟来临 陈不易的眼角 擒着一抹冷漠 他知道 自己这些年太纵容这些下属了 才会导致了他们的轻慢 恐怕这三位宗老还以为 他陈不易已经不如当年的勇武了呢 林霄抬头 看向了三位宗老 那第三宗老林霄认识 大约五十多岁的年纪 长得矮矮胖胖的 脸上透着凶悍的光芒 总仿佛别人欠他钱死的 至于第二宗老 长相却是十分俊俏 据说明明已经入室轮回六十多岁了 可这长相却看起来只有三十多岁 而且是典型的小白脸 还有一个传闻 林霄是听陈鸾说的 这第二宗老 年轻的时候就是个采花贼 如今依然如此 仗着那张脸蛋 可是坑了不少江湖女侠的 这可是真正的邪魔外道 而且令人不齿 第一宗老竟然是个女的 而且是个半老徐娘 姚叶的身姿 颇有几分风韵 看得出来 年轻时候 也是个红颜祸水啊 不知道迷惑了多少善男性女 此人的气息 十分深沉 林霄根本看不穿 看不透 而且 这女人透着一股子邪魅的气息 应该不是人类 恐怕是真正的妖魔 三位 可真是好大的架子 看起来我这教主 都请不动你们了呀 陈不义突然冷冷说道 三位宗老正要坐下去 忽然听到这话 都是脸色一灵 放到以前 陈不义是 绝对不会如此的 但今天 陈不义竟然直接发飙 这是要干什么 难道就为了那个灵霄吗 第二宗老忽然看向了陈不义道 教主这是要干什么 责难老夫吗 第一宗老也冷冷道 听说三弟 被教主强迫 向那个小子道歉 我这个做姐姐的 倒是要替他讨回一个公道 教主今天必须得把那小子 交给我们处置 你们这是威胁吗 陈不义的嘴角 冷笑更浓 教主怎么想 就是什么吧 第一宗老浅笑道 是吗 陈不义突然间身形一闪 随后 三个清脆的耳光声 便在大殿之中响起 本章完 霸天武魂 第2708章 质疑 灵霄是冒牌货 陈不义就仿佛没有动过一样 重新回到了座位之上 至于那三位宗老 则每个人脸上 都留下了一道掌印 鲜红火辣 教主你 三位宗老 脸色都不怎么好看 而且非常震惊 一直以来 他们都以为 实力就算没有达到 陈不义那个水平 也接近了 尤其是第一宗老 甚至认为 自己可以与陈不义 旗鼓相当交手 但这一巴掌 彻底摧毁了他们的信心 陈不义太强了 如此轻易 就在他们三个脸上 留下了三个巴掌 这恐怖的实力 太让人震撼 这三个巴掌 是要告诉你们 谁才是魔龙教的主人 你们千万不要忘了 陈不义坐在那里 冷冷看着三个宗老说道 此时的场面 十分尴尬 三位宗老完全下不来台 可是又不敢再说什么 那叫一个男堪啊 就在这个时候 一男一女突然出现 这一男一女 男的英俊潇洒 颇有些陈不义的风采 女的超凡脱俗 虽然不及悦女 但也是爵士美女 这两人 便是魔龙教的两位副教主 也是陈不义 曾经的结义兄妹 那个女人 曾经是陈不义的挚爱 后来却被那男的横刀夺爱 陈不义为此 痛不欲生 但他终究太过重感情了 再说 他与那女人也并未结婚 便没有做什么 只是默默承受着 被撕裂的心 独自舔势伤口 大哥 我想这三位宗老 也只是一时糊涂 他们绝不敢有 欺瞒大哥你的意思 男的来了之后 便笑着说道 这人从外表上看 的确比陈不义更加优秀 就连实力 似乎也并不比陈不义差多少 但就凭这些 能够横刀夺爱 似乎有些难度啊 是啊大哥 就饶了他们吧 咱们可是自家人 不要内斗 那女的走到陈不义身旁 吐气如蓝地说道 她的性格似乎有些冰冷 但对陈不义的关心 似乎并非是假的 这让林霄就有些看不透了 明明关心陈不义 眼睛里全是爱意 可怎么会跟了另外一个男人 让陈不义痛不欲生 林霄真是有些头疼 感情的事 她总是看不透彻啊 算了 不多想了 陈不义此时的情绪 似乎也有一些微微的波动 看得出来 她依然深爱着那个女人 这个时候 必须得尽量控制住自己的情绪 不让自己失控 既然两位副教主说情 今天就饶了你们 但希望你们记住了 魔龙教是谁当家 坐吧 陈不义本来也没想把那三个宗老怎么样 只是想要吓唬吓唬对方恶意日 现在既然已经达到了目的 那就没必要继续了 随即 她又对林霄道 这两位便是为师的兄妹 云中凤和肖木宇 也是咱们魔龙教的两位副教主 对两个结义兄妹 陈不义的态度一如既往的好 等等 大哥你说什么 你要收这小子为徒 云中凤突然皱了皱眉 看向了陈不义问道 不错 本座很多年都没有收徒了 但见到这小子 却是非常喜欢 这一次带他回来 就是为了收他为徒 陈不义点了点头道 听到这话 下面更是一片议论之声响起 虽然说教主要收徒地 这他们不该阻挡 但是这事儿 未免太突然了吧 而且收徒就收徒嘛 居然搞得这么隆重 还把所有高层都召集了过来 大哥 您这玩笑可一点都不好笑 这少年虽然看起来挺精明的 但修为不过一转阴阳 近九层地狱巅峰而已 这等修为 在咱们魔龙教 不过是下位弟子而已 您收他为关门弟子 就不怕其余弟子不满吗 云中凤皱了皱眉道 很显然 他也听说过灵霄的厉害 生怕陈不易 真得收到一个杰出的弟子 这对他的计划而言 是非常不稳定的一个因素 他要尽量避免 大哥这样子 像是在说笑吗 陈不易以前讲的是兄弟情谊 但如今 他觉得 是该为自己争取点什么了 女人都被兄弟抢了 难道说个徒弟也不行吗 云中凤的质疑 让他很不高兴 脸色也逐渐阴沉了下来 然而对于陈不易的不快 云中凤似乎并不在意 他笑着说道 灵霄这少年 兄弟我也听说过 的确很不错 但他毕竟不是魔龙教的弟子 且这资质 实在让人不敢恭维 如果大哥你要收图 弟弟我可以把自己的弟子 让给您便是 够了 本座决心已定 不必多言 你们两个 要还当本座是教主 就坐下来 陈不易的声音中 已经透着森然的杀气 云中凤心里头叹了口气 知道强行劝阻是不可能了 不过一个小小的灵霄 就算成为了教主的关门弟子 又能如何 接下来吃苦的时候 还多着呢 他心中冷笑 随即坐了下去 乖陀 来见过诸位高层 尤其是我这杰义兄妹二人 还有三位宗老 他们可是魔龙教的有功之人 以后一定要对他们足够尊重 场面话 陈不易自然也会说 灵霄站了起来 冲两位副教主 和三位宗老 以及所有高层 都拱了拱手道 晚辈不才 被师尊看重 收为弟子 以后还往前辈们多多关照 说完话 他便坐了下去 现在情况已经十分明了了 高层中 大部分人都是属于中立态度 对他没有恶意 但也没有好意 而那三位宗老 和两位副教主 则明显不喜欢他 看他的态度 都是爱达不理 既然如此 他又何必对他们客气 好了 从今往后 林霄便是本座的关门弟子 该怎么对待他 你们都明白吧 现在 散会吧 陈不易召集这么多人来 为的就是给林霄一个名分 免得以后有人借口说不知道 故意找林霄麻烦 教主 在下有一事不明 可否发问 第一宗老突然站起来说道 什么事 陈不易皱了皱眉 心到这第一宗老方才已经被他震慑 此时却又开口 恐怕是云中奉寿意的 也罢 问就问吧 他收林霄为徒 可没有什么肮脏的交易 不怕别人来问 教主 此人说自己叫林霄 但据属下所知 林霄最近的风头 可是一时无两啊 这小子真是林霄 第一宗老开口问道 本章完 霸天五魂 第2709章 我的名字叫 宗老他殿 第一宗老质疑道 那个林霄 先是灭杀陈国八王子 至贤王 随后更是利用石绝镇诛杀天雷军团四大统领 最让人震惊和不可思议的是 在这之后 他居然孤身前往雷都 灭了魔影门的魔使 又毁了火山楼 杀了火山楼的两位楼主 还杀了青雷将军 蓝雷将军 和最强大的紫雷将军 灭绝了陈国八大家族中的三大家族 这一桩桩 一件件都让人觉得不可思议 但其中很多事情都是有人亲眼目睹的 尤其灵霄毁掉火山楼 灭掉三大家族 朱砂紫雷将军的时候 咱们魔龙教的魔龙石也在场 试问 如此英雄人物 怎么会是这么一个黄口小儿 那紫雷将军修为看比我三殿 难不成教主您硬要说 这小子能击败我三殿 这样的质疑 其实别人也有 只不过没有像第一宗老 这么直接提出来而已 很显然 灵霄现在的修为 不过一转阴阳进九层地狱巅峰修为而已 怎么可能能做到那些事情 除非眼前的灵霄 并非真正的灵霄 而是别人冒充的 这么说 你是在质疑本座的眼力了 陈不义冷冷问道 属下不敢 但教主 曾经的确收了陈苍雄为徒 当时陈苍雄也是用了别的化名 第一宗老嘴上说不敢 但的确是在质疑 哼 本座还告诉你了 就算他不是那个灵霄 本座也要收他为徒 你待如何 陈不义冷笑道 果然是冒充的 听到陈不义这话 所有人似乎都松了口气 他们怎么也不愿意相信 眼前这个修为不怎么样的人 就是他们心目中的那个英雄 要知道 灵霄可是魔龙教很多人心目中的偶像啊 属下不敢如何 只是想要问清楚而已 第一宗老明显也是松了口气 得知灵霄并非真正的灵霄 他的担心也没有之前那么浓烈了 现在清楚了吗 陈不义问道 清楚了 既然清楚了 那就退下吧 我不希望有人继续在这个问题上纠结 陈不义淡淡道 他的话虽然难听 但却是大多数人的意思 是 属下等告退 三位宗老以及众多高层纷纷离开 包括那两位副教主也转身离去 现场只剩下灵霄 陈不义和陈鸾三人 义父 您明明知道 他就是真正的灵霄啊 为何不解释一下 等人都走了之后 陈鸾便有些迫不及待地问道 师父这是为了保护我 灵霄开口道 如果让那些人知道 我是真正的灵霄 那么恐怕会不及后果将我除掉的 因为我会成为他们最大的威胁 现在这样就好 他们觉得我是冒牌货 便不会像之前那么针对我 虽然也会找我的麻烦 可这样的麻烦 我自然能够应付了 等我修为变强了以后 他们就算知道了真相 也拿我没有办法了 哈哈 不愧是灵霄啊 果然聪明过人 陈不义哈哈大笑道 不错 为师正有此意 为师希望你能潜心修炼 可不是每天处理一些麻烦事 其实以你的实力 只要不是三宗老和上尉弟子 应该保命没问题吧 嗯 那是当然 灵霄点了点头道 好了 这边事情也来了 去见你的恩人 黑夜无形吧 陈不义站了起来 带着灵霄 朝着魔龙宫的医疗大地儿去 路上 一名舞者急匆匆追了上来 并非之前开会的时候的任何一个高层 参见教主 参见魔龙使 有什么事儿吗 陈鸾问道 启禀魔龙使 教主新收的关门弟子要入册 弟子本以为他就是灵霄 所以已经登记造册了 可是方才第三宗老说 此人是冒牌的 这 那人虽然嘴上这么说 可是看向灵霄的表情中 却透着几分嘲讽 竟然冒充英雄的大名 简直无耻 你还真没说错 我的真名不叫灵霄 叫宗老他爹 你就这么写吧 灵霄淡淡说道 宗老他爹 好古怪的名字啊 这舞者一时半会儿 还没回过未来 念叨着这个名字 转身离开了 陈不义竟然也没阻拦 他打算 等到灵霄真正被魔龙教 所有人承认之后 再真正登记造册 那个时候 灵霄也可以正式接管魔龙教 现在强行登记 恐怕很多人会不服气的 负责登记的舞者 回到工作的地方 第三宗老还等在那里 他叫什么名字 第三宗老问道 启禀第三宗老 那个人说自己叫宗老他爹 嗯 宗老他爹 嗯 混账东西 第三宗老突然间站了起来 一巴掌抽象那舞者道 蠢货 被人家耍了也不知道 此时这舞者才 忽然间回顾未来 第三宗老 那小子可真损啊 竟然敢如此得罪三位宗老 一定要给他点教训 这负责登记造册的舞者 也是三位宗老的人 此时又被第三宗老打了 将所有怨气 都撒在了灵霄身上 教训 那就给你个将功折罪的机会 听说那小子 跟黑夜无形关系不错 你趁着夜深人静 给那黑夜 无形一个痛快吧 也免得那家伙 总生活在痛苦之中 我倒看看 这黑夜无形死了 那小子究竟会是什么样的表情 敢侮辱我们三宗老 真是活腻了 第三宗老冷笑道 属下遵命 记住了 莫三 把这事干得漂亮一些 别让人发现了 否则 你就等着倒霉吧 第三宗老冷冷道 放心吧 三宗老 您让我去杀那家伙 我可能还不敢 但灭了黑夜无形 自然没有任何问题 我在医疗大殿那边 可是有人的 莫三点头道 那就行了 此时 林霄和陈不易 以及陈鸾三人 已经到了医疗大殿 对黑夜无形的 治疗 已经结束 林霄看着躺在病床上 昏迷不醒的黑夜无形 心中叹了口气 昔日在八仙山 若非黑夜无形 他恐怕再就被赶出来了 黑夜无形 对他是有大恩的 他自然要把黑夜无形就行 他走上前 抓住了黑夜无形的手 随即 将一缕魂力释放进去 下一刻 他的脸色却突然大变 师尊 能把负责给他疗伤的药师 请来吗 最好还有一女 护工 也一起请来 本章完 霸天武魂 第2710章 四大至高无上武学 一 发生什么事了 陈不易见灵霄脸色不好 便知道出了问题 山主他中毒了 而且是一种非常歹毒的毒素 可以让他永远昏迷 最后慢慢地死去 幸亏我来得早 不然 再晚两三个月 就算是大罗神仙 也就不活他了 灵霄的脸色 非常难看 什么 陈不易露出了震惊之色 竟然有人敢对本作的朋友下毒 他虽然实力超群 但对药理学是一点都不懂的 所以 根本不可能看到 黑夜无形中毒了 不会错的 这种毒就叫无影毒 无色无味 而且又不会一下子将人毒死 所以您才会以为 山主他只是因为受伤而昏迷不醒 灵霄现在的心中 真得很想杀人 不过要杀谁 那还得把这个下毒的人 给揪出来才行 没过多久 药师和医女 护工等 基本全部到齐 怎么还差了一个 陈鸾皱了皱没到 他是魔龙使 对医疗大殿的这些人非常熟悉 所以少一个人 他一眼就能看出来 而少的这个人 偏偏还是黑夜无形的医女 这就更蹊跷了 他将这个情况 告诉了灵霄和陈不易 陈不易立即下令搜寻这个医女 这可是魔龙城 是他陈不易的地盘 无论是谁 都休想逃走 在搜寻过程中 陈鸾负责审问那些药师 医女和护工 反正对这种事 他已经很擅长了 而灵霄则开始为黑夜无形 疗伤驱毒 大约半个小时之后 灵霄的脸上露出了轻松的表情 黑夜无形 一直都没动弹过的身体 终于有了反应 山主身体太虚弱了 虽然已经解毒 但接下来 还需好生调理 能不能麻烦师尊 给他安排一个安全的地方 全权交给我来护理 对于这里的人 除了陈不易和陈鸾 别的他都不会信任 所以 让黑夜无形待在一个 只有他能去的地方 是绝对必须的 没问题 我魔龙城别的没有 但这密室却多的是 魔龙教创建初期 为了躲避陈国王室的追杀 我可是没少下功夫啊 陈不易有些得意地说道 当年那段苦日子 如今想起来 还觉得有趣呢 多谢世尊 灵霄已经想好了 要让小金负责照顾 和保护黑夜无形 反正小金现在 也没法修炼 实力的提升 基本都要靠吞噬热源 这一点 他就可以帮小金弄倒 让他照顾和保护黑夜无形 绝对没问题 他虽然现在还不能幻化人形 但是那小爪子 还是很灵活的 灵霄 义父 刚刚有人来报 那个义女的尸体被发现了 而且 刚刚才死了没多久 另外 我已经审问过那些人 但他们 似乎都不知情 应该并没有撒谎 因为我是动了刑的 就在灵霄和陈不易说话的时候 陈鸾走了过来 汇报道 看起来 果然有人做贼心虚啊 灵霄冷冷一笑 没想到刚来魔龙城 居然就遇到这种事情 现在没能查出真凶 不过没关系 只要这个人还在魔龙教 他就不信 这家伙不露出狐狸尾巴 至于陈鸾的审讯结果 他一点都不怀疑 下毒的人 自然不会暴露自己的身份 其实动形与否 都没多大区别 师尊 我突然想了想 还是不要安排密室了 就给我安排个普通的居所就行 否则的话 怎么给别人机会呢 灵霄打算钓鱼 可是一旦进了密室 恐怕鱼都进不来了 你可要想清楚了 那样 或许会有危险 陈不易提醒道 师尊尽管放心 这里毕竟是魔龙城 真正的大人物 是不会出手的 派去的 定然都只是一些小喽啰 而这些小喽啰 以为我是冒牌灵霄 必然好欺负 所以是最好对付的 等到大人物 憋不住出手的时候 不是还有师尊您吗 灵霄笑道 说的也是 那为师 就把靠近教主大殿的 摩子大殿赐予你吧 那里本来就是教主继承人 应该住的地方 距离我住的地方最近 陈不易沉思了片刻之后道 多谢师尊 随即 三人一起将黑夜无形 弄到了摩子大殿之中 坐下之后 陈不易便说道 徒儿 为师知道 你担心黑夜兄弟 但你应该明白 来到魔龙教 还是要以提升自己的修为 和地位为要紧的事情 你应该很想得到 魔龙教的至高无上绝学吧 不怕告诉你 魔龙教的确有 四大至高无上绝学 而且每一种 都是达到了 先品三重天的 在陈国 先品三重天的武学 就是顶尖武学 听到陈不易的话 灵霄的心 忽然热了起来 四大至高无上绝学 光听这名字 就够让人心头激动了 他当然没有忘记 自己来魔龙教的目的是什么 当然 救下黑夜无形 他自然不会后悔 给黑夜无形疗伤 他也不会后悔 不过他自然也希望 能够得到 那四大至高无上武学 这一点 同样不变 师尊 这魔龙教四大至高无上武学 究竟有什么说法 灵霄问道 反正此时黑夜无形 已经没了生命危险 他也可以放下心来 为自己打算了 四大至高无上武学 有的是昔日为师 从陈国王室拿来的 有的则是从别的门派抢来的 还有是从秘境之中获取的 总而言之 全部都得来不容易 而且修炼起来 也更不容易 你应该明白 普通人修为达到一转阴阳境 十二层地狱 才有资格修炼 先品三重天武学 而且 在我魔龙教中 只有上位弟子 才有资格接触这四大至高无上武学 所以 就算你是为师的弟子 为师也无法为你走后门 当然 除了这四大至高无上武学之外 别的倒是没问题 陈不义的这番话 自然是要告诉灵霄 修为提升的关键 以及地位提升的关键 灵霄现在刚加入魔龙教 还只属于下位弟子 那些都不是问题 世尊先告诉我 这四大至高武学 究竟是什么 灵霄对于修为和地位的提升 根本不担心 他对自己是绝对有信心的 好 既然你这么有信心 奈维师 就告诉你吧 陈不义既然选择收了灵霄为徒 那么自然不会藏私 魔龙教的四大至高无上武学 至今也没有人全部学会 他想要找一个继承人 来继承这四大至高无上武学 现在终于找到了 本章完 霸天武魂第2711章 四大至高无上武学 二 武道之路上 一般都会有四种武学相伴 分别是身法 攻击武技 防御武技 以及辅助武技 四大至高无上武学 就正好是这四种 陈不义说到这里 看了灵霄一下才继续到 先说身法 四大至高无上武学中的身法 称之为魔龙幻影 施展魔龙幻影 可让武者如魔龙一般 踪迹飘忽不定 战斗的时候 简直魔龙 见首不见尾 纵然是修为比你高很多的武者 也未必能捕捉到你的真身 这套身法 修炼要求比较低 虽然一般要求 要达到一转阴阳境 十二层地域修为 才能修炼 但实际上 只要天赋足够 资质足够 悟性足够的话 修为达到一转阴阳境十一层地域 就可以修炼了 魔龙幻影吗 我正好需要这样一套身法呢 我的狼行千里 现在已经跟不上我修为的提升了 灵霄心中 想了想 自己这一次选择来魔龙教 还真是没选错 否则又怎么可能接触到此等武学呢 接下来说 这辅助武学 称之为 魔龙附体 魔龙附体 是一种能够在战斗中提升自身战斗力的武学 施展之时 可召唤魔龙附体 虽然外形不会有变化 但是战斗力却会暴增 内力 防御 力量 速度等 都会提升 一冲天的时候 可以提升一倍左右 二冲天的时候 可以直接提升两倍 到了三冲天的时候 则可以直接提升四倍战斗力 真得非常强悍 这个修炼难度 比魔龙幻影要高一点 但是对于天才武者而言 修为达到一转阴阳镜十一层地狱巅峰 应该也是可以修炼的 后面两种至高无上武学 可就难办了 修为必须得达到 一转阴阳镜十二层地狱 才有修炼的可能性 而且还需要特殊的道具 特殊道具 灵霄皱了皱眉 不错 后面两种武学 都蕴含于魔龙剑中 只有得到魔龙剑 才能修炼 攻击武技 便是魔龙真结 这套武学得到之后 可以根据自己擅长的攻击方式 进行改造 继而延伸出魔龙剑绝 魔龙刀法等等 防御武技 便是皇天龙体 这个防御武学 可是为师从陈国王室那边带来的 也被封印在了魔龙剑中 如果你能修炼成功 那真能好好打打陈国王室的脸了 因为这套武学就算是那雷帝 也没能修炼成功的 为师也没有 所以具体有什么效果 只能等到你修炼成功之后才能知道 说到这里 陈不义向灵霄投去了西纪的表情 他相信以灵霄的资质 绝对可以完成他以前没有完成过的事情 狠狠地抽那些陈国王室的脸 师尊放心 我一定不会让您失望的 灵霄不想让陈不义失望 同样也不想让那些期待自己的人失望 虽然这样压力很大 可压力越大 对他而言 动力也就越大 好 既然你有这份心思 那就好办了 正好今天魔龙教要举办下位弟子 晋升中为弟子的考核赛 以你的实力 应该问题不大 要参加吗 陈不义问道 当然 灵霄点了点头道 有这样的机会 他自然要抓住 不过我也提醒你一句 你之前得罪了那三位宗老 而这下位弟子 晋升中为弟子的考核 就是第三宗老负责的 他必然会给你找麻烦 你一定要小心 陈不义提醒道 知道了师尊 我灵霄也不是软柿子 谁想捏就能捏的 他们真想对付我 那我一定会让他们 像陈国王室那些白痴一样 失望透顶 灵霄冷笑道 虽然现在还没有查出 是谁给黑夜无形下了毒 但灵霄已经有了怀疑对象 这下毒之人 肯定与陈不义有嫌隙 不是那两位副教主 就一定是三位宗老 现在他没证据 不好乱说 但他相信 这些人迟早会露出狐狸尾巴的 要让对方尽早暴露的方法 就是他不断变强 不断让对方感受到威胁 下位晋升中位 只是第一步 陈不义亲自带着灵霄 前往考核现场 考核现场在魔龙城内 因为也算是魔龙教的一大盛事 所以非常惹人关注 几乎魔龙城中所有舞者 都过来看热闹了 此时此刻 魔龙城大广场上 可谓是人山人海 偌大的广场 竟然是被围的水泄不通 若非陈不义和灵霄身法都不弱 想要从这些人之中挤过去 还真不好办 此时这选拔已经接近尾声了 之前第三宗老之所以 能那么快到魔龙城外 就是因为他所在的位置 距离城门不远 反正这样的选拔 他是否在场都不重要 有属下维持就足够了 还好 来得及 陈不义看到这中位弟子 选拔还没有结束 便带着灵霄到了第三宗老身前 刘老三 本座这弟子也要参加选拔 现在还来得及吧 他这番话 可不是商量 虽然用的是询问的语气 但实际上却是命令 第三宗老不想答应 可是想想 陈不义那恐怖的实力 顿时就没了底气 教主说来得及 自然就来得及 不过现在这选拔 已经在进行最后一场对决了 所有的战斗 基本算是结束了 不如干脆让灵霄直接晋级算了 反正您是教主 您有这个特权 第三宗老这番话 多少有些挖苦的意思 哼 你以为本座都像你们三个一样 喜欢迅思舞弊吗 陈不义冷哼一声道 这一次选拔 成绩最好的是谁 第三宗老不明白 陈不义问这样的话是什么意思 还是答道 成绩最好的便是那个十三王子 十三王子 听到这话 灵霄倒是愣了一下 他记得 这个十三王子 曾经到八仙郡城主持秘境学院弟子的选拔 可是处处针对他 险些还将他杀了 后来智贤王活捉了十三王子 要带回雷都 中途便被魔龙教的人给抢走了 没想到这家伙 现在竟然成了魔龙教弟子 哦 就是那个被云中凤打算培养来做傀儡大王的人吗 陈不义笑道 不错 这小子天赋其实不差 只是懒了些 经过咱们的培养之后 短时间内 已经将修为提升到了一转阴阳境十层地狱前期修为 第三宗老回答道 本章完 霸天武魂 第2712章 冒牌灵霄对决十三王子 十三王子这小子 自从入了属下门下之后 一直勤学苦练 再加上他本身就擅长一些强大的武技 很快便在下位弟子之中脱颖而出 这一次直接拿了投名 晋升中位弟子一点问题都没有 第三宗老有些得意地说道 仿佛是在讽刺陈不义 看看人家副教主云中凤的眼光 再看看你挑选的那弟子 这就是差距啊 就他了 陈不义笑着说道 让林霄与那十三王子对战 如果林霄赢了 两人都晋升中位弟子 如何 您确定 第三宗老笑道 教主可要想好了 魔龙城外发生的事情 虽然属下也知道 但那只不过是政权和柳絮轻敌导致的结果 不是这个冒充 嘿嘿 这个林霄实力强大 万一他要是被十三王子 打出个三长两短 那可怎么办 无妨 只要不死就行 陈不义摆了摆手道 咱们魔龙教 不一直都是这样的规矩吗 不吃点亏 怎么成长 如果像王室 那大部分草包 一直保护着 根本不可能会发展到 可以跟陈国王室对抗的程度 好 既然教主这么说了 属下照办就是 第三宗老 窃喜不已 其实十三王子的修为 已经突破到了 一转阴阳进十层地狱中期 他说 前期不过是麻痹 陈不义和灵霄而已 陈不义答应这场对决 终于给了他 收拾灵霄的机会 臭小子 敢戏弄老夫 弃如老夫的孙子 你今天必然要当中出丑 第三宗老冷笑一声 随即便喊过了十三王子 将对战的事情说了 十三王子 当然是非常高兴 灵霄当初在八仙郡城 可是让他丢尽了颜面 当时差点弄死灵霄 结果被他那二哥智贤王陈苍蓝给阻止了 但是今天 机会又来了 就算杀不死灵霄 也要废掉这家伙 记住了 只要不弄死 怎么打都行 第三宗老 暗暗提醒道 宗老放心 弟子知道该怎么做 若非宗老 弟子如今恐怕还被困在王室地牢里呢 十三王子看着灵霄 恨不得战斗马上就开始 灵霄淡淡笑了笑 他自然知道 臣不义这么安排的用意 是要他堂堂正正地成为中尉弟子 不让别人说闲话 同时 也是对他的信任 他可不能让自己的师尊失望啊 随着其余选拔全部结束 第三宗老将灵霄 与十三王子的对决宣布出来的时候 全场一片沸腾 灵霄这个名字 最近在魔龙教内部 可是非常火热的 几乎成为了所有魔龙教弟子的偶像 但听说最近教主收了的弟子 竟然与那个斩杀子雷将军的灵霄 同名同姓 这个冒牌货 经过三位宗老的手下 迅速诋毁和渲染 一下子就 几乎成为了全民公敌 就连教主派的那些弟子 对所谓的冒牌货灵霄 也是十分不屑一顾 对于那些鄙视和仇视的目光 灵霄倒是非常坦然 这些人并非厌恶他 反而是因为太尊敬他了 所以才会厌恶冒牌货 想要解除这样的误会 其实很简单 等他成为上位弟子的时候 一切就可见分晓了 所以他不担心 更不会怨恨这些人 他唯一不爽的 就是那三位宗老 也是一大把年纪了 而且还是魔龙教中地位崇高的人物 怎么就没有一点点廉耻之心呢 对付他这样的小人物 竟然也要用这种低劣的诋毁把戏 当真可笑 哼 冒牌货就是冒牌货 当日在城外 咱们因为轻敌被他占了先机 肯定是沉乱暗中帮忙啊 他怎么可能赢得了十三王子 人群中 不知何时出现了许多中尉弟子来围观 其中就有被灵霄羞辱过的郑权和柳絮 说话的人 就是郑权 他虽然那日在城外被灵霄吓住了 但内心对灵霄的愤痕 却是一点都没有减退 经过第三宗老一番点拨 他才明白 不是灵霄太强 而是他太轻敌了 如果输给真正的灵霄 也就罢了 竟然输给了冒牌灵霄 这简直是奇耻大辱 模样倒是挺帅 只可惜连自己的真名都不敢说 还冒用灵霄的名字 这种人 营样辣枪头的废物 一旁柳絮也是冷冷言道 与他一起的那些少女们 也是连连点头 在玄界这种以武为尊的世界里 相貌好看 当然也很容易得到人们的关注 但更重要的 其实却是实力 实力强大的男人 从来不会缺少女人的青睐 别指望了 他赢不了的 十三王子身负王族家传绝学 虽然以前是咱们的敌人 但毕竟是贵族 而且 修为比灵霄要高得多 灵霄不过是羽化震来的一个贱民而已 怎么可能赢他 再说了 你们千万别忘了 十三王子 可是这一次下位弟子 晋级选拔赛中的投名 难不成有人认为 灵霄竟能强过所有魔龙教下位弟子 政权又补充了一句 显得很有道理 很多人都连连点头 然而 一旁几个臣不义的义子义女 却是脸色不怎么好看 真不知道义父为什么要这么重视此人 真希望他不要给义父丢脸 否则的话 咱们真就没法再魔龙教唤了 几乎每一个臣不义的义子义女 都被三位宗老的弟子霸凌过 所以他们 真得很郁闷 也很担心 他们希望灵霄赢 却又没什么信心 安了 他一定能赢 一个声音从他们身后传来 众人回头看去 却发现 是他们最崇拜的大哥陈鸾 大哥 你们放心吧 这个家伙 比你大哥我还要强 虽然因为一些缘故 修为降低了不少 但他的战斗力 大哥我还是信的 陈鸾相信灵霄 那是因为他知道 这不是冒牌货 因为他亲眼目睹了灵霄创造的神迹 比舞台上 灵霄与十三王子互相对质 各自站在一边 没想到吧 咱们又见面了 万众瞩目之下 十三王子将手中沉重的长刀刀柄 狠狠在擂台上剁了一下 整个擂台 都似乎一瞬间电闪雷鸣 不断晃动 是没想到 灵霄点了点头 对于能在这里遇到十三王子 他也觉得很有意思 也的确很意外 意外的是 自己居然入了魔龙教 这陈国的王子 竟然也入了魔龙教 本章完 霸天武魂 第2713章 这家伙 够狂 其实在八仙郡城的时候 当时很多人都以为是智贤王救了他 但他却很清楚 智贤王救的是十三王子 如果当时的事态继续发展下去 死的一定会是十三王子 这一点 无庸置疑 今天能再次遇到此人 他还是很高兴的 因为当年没有完成的战斗 今天终于可以实现了 你这种家伙 根本就不配做教主的弟子 十三王子见灵霄表情淡然 心中灯石火起 直接讽刺道 我不配 难道你配 灵霄不免觉得有些好笑 他配不配 陈不义最清楚 犯得着这帮小鱼小虾来评价 不过看起来 虽然很多人都觉得 陈不义对魔龙教的掌控越来越弱 但是却又非常希望 能够成为陈不义的弟子 这种矛盾的心情 怕是这些人最深处的写照吧 我当然比你更配 十三王子冷冷将手中的长刀一指 单手拿着上千斤重的家伙 对灵霄道 今天 我会在教主面前将你彻底击败 我要让教主看看 你是没有资格成为他的关门弟子的 甚至连成为魔龙教弟子的资格都没有 你只配做个废物 是吗 那我倒是要看看 这么长时间不见 你到底有多么大的长进 灵霄微微一笑 看起来 今天得来一次杀鸡儆猴了 不然这以后的麻烦 恐怕还是会不断的 虽然说 就算击败了十三王子 也无法阻止所有人对他找麻烦 可总能让一些人吓得止步的 这十三王子再怎么说 也是下位弟子中的投名 他将手一扬 直接取出了一把八仙剑 剑间朝向十三王子 剑身轻轻颤动 瞬间 锐利的剑气割裂虚空 产生了破风之声 冲向了十三王子 为了避免像你这样不自量力的挑战者出现 今天 我只能让你拜得干脆一点 惨一点了 灵霄微微一笑 心中已经有了定计 哼 想要拿我来杀鸡儆猴 简直可笑 十三王子冷哼一声道 听说你得到了我那十四地的血雷王剑 干脆拿出来吧 不然 你没有任何机会 在兵器上压制你太没意思 这把八仙剑就足够了 灵霄淡淡道 血雷王剑要是用出来 怕是就算击败你 你也不会服气吧 你这纯粹就是找死 十三王子觉得自己被轻视了 心中有些恼火 灵霄却不再与他废话 而是看向了主席台问道 这场对决可以开始了吧 当然 随时都可以开始 第三宗老点了点头 心中暗笑 黄望自大的小子 本来还担心 你用了血雷王剑之后 十三王子会有点麻烦呢 既然你把自己最大的优势都舍弃了 那么这场战斗 便不会再有任何悬念了 当心了 孝子 十三王子打算先下手为强 随即 背后雷电武魂显现而出 手中长刀挥舞 脚掌猛然在地面上一踏 身形骤然前倾 长刀之上 一道恐怖的刀器破空而去 飞行中竟然响起了轰鸣之声 这刀器的目标 自然就是灵霄 好 干掉那个冒牌货 击败他 让他知道厉害 看着十三王子的攻击 周围的人都疯狂呐喊了起来 这里绝大多数人都希望灵霄被击败 因为他们觉得灵霄是冒牌货 玷污了他们心中 那个英雄的名讳 然而灵霄此时 面对十三王子的攻击 却稳稳站在那里 完全没有躲避的意思 他静静望着对手 那飞驰而来的刀器 手中长剑轻轻一抖 一股凌厉的剑气开始凝聚 他需要证明自己 因为他成为了陈不易的关门弟子 自然会有很多人 因为这一点 而对他心怀恨意 如果想要避免源源不断的麻烦 那这场对决 就必须得赢得干脆利落 绝不能拖泥带水 只有赢得震撼一些 才能震慑那些 企图找他麻烦的大部分人 更何况 陈不易对他不错 他也得替陈不易做点什么 现在面对的 不过是下位弟子而已 他自然要以绝对压倒性的方式取胜 好让所有魔龙教的人都知道 陈不易选择他 成为其关门弟子 可不是眼瞎了 而是有着绝对能够令无数人汗颜的真正天赋 他要让所有人都知道 陈不易的眼光 很好 只有这样 陈不易在魔龙教的地位 才会更加稳固 陈不易的地位稳固了 那么他也就好混了 为了做到这些 他需要的 是一场绝对摧枯拉朽 毫无悬念的胜利 能够一招取胜 就绝对不用第二招 能用两招取胜 就绝不用第三招 他必须得用自己的表现 来回馈陈不易 对自己的信任和期待 让陈不易彻彻底底的 把心思全部放到培养他身上 绝不在三心二意 这些想法虽然多 但实际上 不过片刻之间而已 灵霄嘴角擒着一抹笑意 看着灵霄脸上的笑意 周围所有的人 都产生了同样的想法 这家伙 真够狂妄的 是啊 面对劲敌的攻击 竟然一动不动 还能保持那淡然的笑意 却的确够狂妄的 仿佛对手的攻击 对他而言 没有任何意思的 看到这一幕 十三王子心中更为恼火 他本来期待 可以轰轰烈烈地击败灵霄 让灵霄当着所有人的面出仇 但是灵霄却如此轻视他 也罢 既然如此 就先废掉 你的修为 然后再慢慢折磨你吧 想到这里 他手中长刀 不仅没有减弱攻击 反而释放出了 更为恐怖的气息 那巨大的刀器 也瞬间 变得更加巨大 而后狠狠杀向了灵霄 仿佛是要将灵霄拦腰截断 那一瞬 刀器已经到了灵霄的腰部 很多胆小的观众 竟然吓得尖叫起来 并且捂住了眼睛 而陈不义的那些义子义女们 除了沉鸾之外 都低下了头 看起来这一次 灵霄又要给自己的衣服丢人了 终究是没办法胜过三位宗老 和两位副教主的弟子啊 第三宗老也露出了得意的表情 幸灾乐祸地看着灵霄 时不时还偷偷撇一撇陈不义 希望从陈不义的脸上看到失望 甚至是绝望的表情 然而陈不义的脸上 却是一脸的淡定 完全没有表现出 他所希望的那种焦急和担心的样子 本章完 霸天武魂 第2714章 拜十三王子 薪酬就愿一起算 看着陈不义那淡定的表情 第三宗老心中冷笑 哼 装吧 你就装吧 等你那所谓的关门弟子被废掉之后 你就不会这么淡定了 在所有人充斥着各种复杂情绪的视线关注之下 十三王子 那犹如雷霆天将一般的恐怖刀器 已经到了灵霄的身前 下一瞬间 灵霄便有可能被一分为二 拦腰截断 在大部分人幸灾乐祸地等待着 这个刺激的场景出现的时候 诡异的事情却发生了 那几乎已经碰触到灵霄衣服的刀器 居然停住了 就仿佛空气瞬间凝固了一般 刀器也跟着变得僵硬 众人惊愕地看向了那刀器所在之处 他们看到了一只手 一只闪烁着土黄色光芒的手 就是这只手挡住了那凶悍的刀器 仿佛拿出了一张纸那般容易 魔龙城大广场上 瞬间死寂一片 下一刻 却是满场哗然 他们确认 那只手是属于那个冒牌货的 灵霄依然保持着那淡然的笑意 看着一脸惊愕的十三王子说道 就你这点攻击力 我连剑都不用 或许是我高看你了 话音落 灵霄身形骤然消失 虽然他没有学习什么魔龙幻影 但他的狼行千里在这一刻 依然让十三王子防不胜防 十三王子发现自己 竟然感觉不到灵霄的气息 那一瞬 他心中无比惊恐起来 脸上浮现出慌张之色 忽然 从一个诡异的角度 刺出了一道剑光 剑光如幻影一般 瞬间从一道 变成了数十道 一道道剑影快若闪电 非一般射向了十三王子全身 当然 每一道剑影 都避过了要害 毕竟这是中尉弟子选拔赛 不是生死对决 灵霄还是知道火候的 此时此刻 十三王子 倒也没有完全失去方寸 他毕竟修为不弱 虽然在战斗经验和气势上 都不如灵霄 但修为和武技方面 却也不差 在快速后退 躲避灵霄那可怕剑影的同时 他手中的长刀 也开始抡了起来 长刀在他的身体周围 形成了一道道雷电刀影 这些刀影 竟然渐渐组成了一个 基本上密不透风的防御 防御成形 十三王子开始准备反击 大刀冲天举起 而后狠狠劈了下去 只见天空中无数道刀影 最终化为一道 而后雷电闪烁 空气炸裂 朝着灵霄劈砍下去 雷爆 九重刀 一声怒吼之下 那恐怖的刀器 完全在灵霄的头顶炸裂 恐怖的气息 开始朝着四周不断蔓延 许多人感受到 这股可怕的气息 都不由惊讶起来 真不愧是下位弟子之中最杰出的一个 他这等攻击 威力怕是连一转阴阳进二层地狱修为的武者 都无法阻挡吧 是啊 那灵霄自以为反败为胜 这一招之下 怕是要粉身碎骨了 可是他死了 怕十三王子也要受罚啊 怕什么 有三位宗老罩着 那灵霄 死了也就死了 反正是个冒牌货而已 你们不见教主的那些义子义女 都被欺负成那样了 他也没有出手护短吗 我怎么听说 教主之所以没有护短 是对那些义子义女太失望了吗 那些人自己都不敢反抗 教主凭什么出手 就在这种议论声中 灵霄迎来了自己九等的突破 之前来这里的时候 他已经将那巨蟒吆喝吞了下去 在自己的体内炼制成了破风丹 只不过这丹药如果要完全发挥威力 需得外力来刺激 正好这一次十三王子的攻击非常强大 灵霄便没有阻挡 任由这股力量从他头顶灌注进去 轰在那破风丹之上 丹药药力瞬间释放 而灵霄被封印的修为 也彻底得到了释放 他体内的潜能本就巨大 突破 对他而言又能是什么难事呢 一转阴阳进十层地狱前期 当灵霄的修为达到这个境界的时候 十三王子在他的眼里 已经变成了彻头彻尾的垃圾 连帮他练功的资格都没有了 面对十三王子 灵霄微微笑道 看在你帮我突破的份上 我就不费你的修为了 但希望你以后不要再招惹我 言罢 他手中长剑一抖 漆黑的剑气释放了出来 你们陈伯王氏的武技或许很强大 只可惜你没学到什么精髓啊 我连你那十四地都能击败 而你对我来说 根本不值一提 言罢 他的长剑刺了出去 同一时间 十三王子的长刀也再一次轰了过来 剑与长刀之间的碰撞 引发了恐怖的能量震动 在无数人的目光关注之下 那把长刀竟然被崩飞了出去 而后狠狠插在了擂台之上 十三王子还没反应过来 到底发生了什么 灵霄抬起一脚 直接踹中了其腹部 这位王子殿下 口中喷出了鲜血 身影狂飞出去 贴着擂台摩擦 最后摔在了擂台之下 这一瞬 广场上再度陷入到了死寂一片 所有人的目光都看向了 那坠落在擂台之下的十三王子 此时的十三王子 衣服几乎全部被剑气撕裂成了碎片 只剩下了穿在里面的内甲 还不至于让他完全丢脸 但即使这样 他依然非常狼狈 人几乎是要昏迷过去了 呆呆地仰望着天空 不知道在想些什么 此时此刻 所有人的心情都很复杂 有些人在想 那个人真得是冒牌货灵霄吗 可是他所表现出来的 与修为不服的可怕战斗力 真得跟传闻中的灵霄很像啊 有些人在想 幸亏我们没有强出头 不然的话 此时狼狈不堪的 就会是我们了 还有些人在想 教主这一次收了的好徒弟啊 不管是冒牌货 还是真的灵霄 都赚了 只是不知道这个天才 还能活多久 三位宗老和两位副教主 会允许他的存在吗 尘埃落定 灵霄收起了长剑 而后转身看向了主席台 此时的他 一尘不染 一丝血迹 也没有沾染到他的衣服上 他的衣服 甚至连一点褶皱都没有 仿佛根本就没有经历过任何一场战斗 与十三王子那狼狈不堪的样子相比 简直一个天上 一个地下 恐怕此时此刻 只要不是白痴 都应该清楚 灵霄的实力有多强了吧 别说成为下位弟子绰绰有余 就算是晋升中位弟子 也一点问题都没有 本章完 霸天武魂 第2715章 继续冲击上位弟子 灵霄一招 击败十三王子 此时此刻 任谁都看出来了 灵霄的实力 恐怕远超十三王子 十三王子真正的修为 可是一转阴阳境 十层地狱中期 灵霄难道也隐藏了修为 这一点 让许多人都困惑不已 但毫无疑问的是 现在的灵霄 已经让很多人 对他改变了看法 这也太强了吧 围观者中 最吃惊的 莫过于臣不易的 那些义子义女 或许是长期被打压的 有点失去信心了 以至于 他们从一开始 就没想过 灵霄能够取胜 然而这真实的一幕 却让他们不得不幸 十三王子并没有隐藏实力 那最后一击 几乎是爆发出了 一转阴阳境时层 地狱中期修为的最强战力 可还是败得那么干脆 被灵霄一箭击溃 或许这一次 教主 他们的义父 真得是收到了一个好徒弟啊 第三宗主的脸色 却非常难看 灵霄竟然赢了 而且是以这种正面对抗的方式 以最霸道的方法 把十三王子给击败了 那十三王子 可是副教主云中凤培养起来 准备做傀儡大王的人啊 现在被灵霄轻易击败 恐怕以后都很难再有信心了 可恶啊 这个灵霄 不光是让他出了丑 更是破坏了副教主的计划 难怪教主对这小子如此器重 看起来 果然有几分本事 不过即使如此 他应该也不可能是真正的灵霄 第三宗老一就认为 真正的灵霄做出来的那些事 绝对不是眼前这个冒牌货能做出来的 他可不愿意承认自己 曾经都非常仰慕的那个少年英雄 居然是眼前这个讨厌的家伙 可恨的家伙 人群中 柳颜露出了无比猙獰的目光 今天他是来看灵霄出丑的 却没想到 看到的是灵霄晋级 成为中尉弟子 这真的让他非常不爽 郑权和柳旭则是低下了头 灵霄今天所表现出的战斗力 已经远超他们两个 想到之前他们还觉得 是因为轻敌而被击败 两个人脸上就泛起一阵嘲红 觉得火辣辣的 第三宗老 是不是该宣布 我晋级中尉弟子了 灵霄笑眯眯地问道 当然没问题 尽管心中有一千一万个不愿意 但第三宗老还是得同意 毕竟 这是他之前和教主陈不易商议好的 而且当众宣布过 灵霄既然击败了十三王子 那么就绝对有资格成为魔龙教的中尉弟子 多谢 不过我还要问一句 成为中尉弟子之后 怎么才能成为上尉弟子 灵霄现在迫不及待地 想要获得上尉弟子的资格 而且他也需要不断地战斗 来恢复自己的修为 所以如果有机会 他肯定要挑战更多的人 你还想成为上尉弟子 就你现在的修为 第三宗老恶然问道 别说他惊讶了 就连陈不易也愣住了 他没想到 灵霄会如此着急 我的修为是不怎么样 不过既然 已经成为了中尉弟子 那么总有资格成为上尉弟子吧 灵霄笑着说道 好 那我就告诉你吧 想要成为上尉弟子 必须得先经过一场选拔 成为上尉弟子候补 如果你真想参加 老夫可以把你的名字加进去 但这场选拔 明天就会开始进行 而且 战斗会更加凶险 你所面对的对手 将不会是十三那个废物 很可能会遇到柳妍那种级别的高手 你真得打算这么做吗 第三宗老鹰沉着脸问道 既然灵霄打算找死 为什么他就不能创造一个 让对方找死的好机会呢 上尉候补吗 虽然不能直接晋级 不过应该是必须的步骤 行 我愿意参加 灵霄点了点头道 徒儿 你可要仔细考虑一下 中尉弟子可不是下尉弟子 中尉弟子之中 实力从一转阴阳进十层地狱前期 一直到十一层地狱中期的都有 要是遇到十层地狱修为武者 你兴许还能对抗 但遇到十一层地狱武者 你必败无疑 而且 咱们魔龙教的规矩非常残忍 一旦你被废掉 那么虽然 还可以恢复 却要耽搁几个月 甚至一年的时间恢复 对你太不利了 臣不义焦急地劝道 世尊 我知道你是关心我 不过多给你涂地一点自信嘛 灵霄眨了眨呀笑道 而且 我真得需要这种磨练 我的修炼方式 跟一般人可不太一样啊 看到灵霄这表情 陈不义愣了一下 随即长叹了一口气道 罢了 师父引进门 修行靠个人 为师同意就是了 但一定要小心 说实在的 陈不义对灵霄并不是很了解 即便他是魔龙教教主 即便他已经调阅过许多 有关灵霄的资料 可灵霄在他眼里 依然是一个谜 一个无法搞清楚的谜团 所以他其实也很想看看 灵霄到底能表现出 多么令他惊喜的一幕 他应该不是那种莽撞之人 陈不义心中想到 好 既然教主已经答应 你也愿意 那么明天开始 就来参加上位候补选拔吧 地点依然是这里 不过对手却不是下位弟子 而是中位弟子 第三宗老眼中 闪烁着冰冷的寒光 阴森地说道 可以 灵霄点了点头 旋即转身 和陈不义一起离开 突然间 他感觉到一个森冷的目光 投向了他 那目光之中 透着一股浓浓的怨恨 灵霄一开始以为是柳妍 政权 或者柳婿 可是 当他扭过头去看的时候 却发现 那是一个非常陌生的面孔 那人一身黑色浸妆 眉宇间透着浓浓的敌意 这家伙谁啊 跟我有仇吗 不过倒是挺厉害的 感觉修为应该在中位弟子之中 属于顶尖的 灵霄皱了皱眉 现在就被这样的高手盯上 可不是什么好事 虽然他不怕 但毕竟以他现在的修为而言 肯定还不是对方的对手 被这样的人盯上 总归不是什么好事 那个人叫殷山 灵霄能察觉到 有人在看他 陈不义自然也能察觉到 为了让灵霄有所准备 陈不义将这个人的情况 简单告诉了灵霄 这个殷山 在中位弟子之中 属于最顶尖的一个 其实他之所以会盯上你 并非是你的错 要怪 也只能怪为师 本章完 霸天武魂 第2716章 殷山 殷山盯上我 跟师尊你有什么关系 灵霄好奇地问道 陈不义叹了口气 苦笑道 这孩子之前 想要拜入为师门下 为师见他资质 不如那陈苍雄 便拒绝了 还说从此不再收徒 现在忽然又收了你 他不敢埋怨为师 却把这种愤怒 转嫁到了你的身上 怪不得 那这还真是无妄之灾啊 灵霄苦笑道 怕了 陈不义问道 怕 那倒不至于 只是这么快 就跟这样的敌人碰到 多少会有点麻烦 走吧师尊 今天的选拔已经结束 我还要准备一下 明日尚未厚补的选拔呢 可没时间苦恼这些事 灵霄笑了笑 既然要成为尚未弟子 迟早都得遇上 现在只不过是 更早被盯上而已 好 陈不义点了点头 两人再度迈开不子离开 回到魔子大殿之后 灵霄便开始修炼 之前的修为刚刚突破 还是要通过修炼 来沉淀一下的 夜深人静的时候 明亮的月光 仿佛一汪清水 从天空清晰而下 魔子大殿静悄悄的 除了灵霄 小金和黑夜无形之外 就是几个正在打着 哈欠的仆仪 忙碌了一天 他们也累了 此时的大殿 显得各位宁静 突然 一道黑影 从月光之下掠过 仿佛鬼影一般快捷 请客间 便已经到了 魔子大殿的房梁之上 而后 冰冷的目光 看向了其中一个房间 那个房间之内 正有淡淡的气息 不断释放 应该是有人在修炼 哼 警觉心这么差 不如现在就杀了你 免得浪费时间 黑影 黑影冷漠地笑了笑 正要飞进那房间之内 忽然 那里窜出一道狼影 请客间已经到了她的对面 稳稳落在了房梁之上 而后化作人形 黑影皱了皱眉 显然是因为自己 有些小看这屋中之人了 刺激从魔龙叫滚蛋 黑影盯着眼前这个人 冷冷说道 虽然有点意外 但对方的实力 依然无法与她相提并论 因此 她根本没有任何紧张 反而声音中 透着无比高傲和冷漠 又是这样的目中无人吗 听到这话 灵霄淡淡笑了笑 随即那张清冷英俊的脸庞 在月光之下 释放出了不屑的气息 就平面 对方灵霄认识 正是今天盯着她的那个阴山 实力的确很强 不过那又如何 这种人她见多了 从来也没怕过 阴山原本就冰冷的眼神 骤然间暴射出 如同妖兽一样的光芒 没有说话 她的背后 却浮现出一座 黑漆漆的大山虚影 虚影连绵起伏 给人一种阴森和压迫之感 她的身体之中 有铺天盖地的压力 席向灵霄 就仿佛背后那大山一般 居然是阴山五魂 道士特说 灵霄皱了皱眉 她真的是觉得有些稀奇 见过的五魂已经不少了 不过像这样的五魂 依然非常罕见 阴山可不是普通的山 据说 它便是地狱的入口 因此 阴山五魂不仅仅释放出来的是 大山那恐怖的威压 更有地狱那阴森的气息 让人非常不舒服 想到这里 灵霄忽然间激动起来 她的背后 浮现出一把血色的剑五魂 而后 血雷王剑出现在了手中 面对阴山 她没有丝毫畏惧的意思 但却也绝不敢轻敌 血雷王剑吗 果然如传闻所说 教主击败了陈苍雄 却把功劳给了你 连血雷王剑都给了你 真得是很让人嫉妒啊 不过 弱者 是没有资格成为教主的弟子的 你若不肯离开 便是死路一条 阴山看到血雷王剑 终于开口说话 画音落下的那一刻 她的身形骤然化作一道漆黑的影子 刺破黑暗 如同闪电一般爆射向灵霄 月光之下 阴山那恐怖的攻势 竟然使得背后的阴山武魂 带动了狂风炸作 场面一度非常震撼 那恐怖的虚影 在灵霄的眼中不断放大 灵霄深吸了一口气 身体渐渐变化成了恐怖的霸雪魔龙兽魂变身 只有霸雪魔龙 更适合这谢雷王剑 也能够将谢雷王剑的威力 发挥到极致 都住手 一声怒吓 滑破虚空 阴山的攻击 戛然而止 灵霄也收回了谢雷王剑 今天这场战斗 怕是没办法继续下去了 一人站在了他们中央 月光之下 那张面容看得十分清晰 正是魔龙使尘鸾 尘鸾扭头看向殷山 冷冷道 殷山 这里可是魔子大殿 你想干什么 殷山淡淡看了尘鸾一眼 拱了拱手道 参见魔龙使 其实也没什么 我不过是想跟九父圣鸾的灵霄切磋一下而已 并无恶意 其实魔龙使又何必担心呢 如果他是真正的灵霄 能够击败子雷将军 又怎么可能连我的一击都挡不住呢 明天就是上尉 候补选拔赛了 他迟早得跟我交手 难不成魔龙使阁下 还要一直护着他 住口 尘鸾立声喝道 你想干什么 真以为本使不知道 念在你昔日也曾为教主效力的份上 今日我不会把你怎么样 若你继续在这里胡搅蛮缠 可别怪本使不客气了 义父尘不义 给他现阶段最大的任务 就是保护好灵霄 灵霄现在的身份 肯定会被许多人敌视 如果没有人保护 那肯定会出问题的 听到尘鸾的话 阴山的脸色 变得更为难看 在他看来 他与尘鸾 可是更早认识的 就算不是朋友 也是关系比较好的了 可是今天 尘鸾居然为了灵霄直言斥责他 这让他心中那团怒火 变得更加旺盛 为什么 凭什么 所有的好处 都让这个冒牌祸夺去了 那些东西 本该属于他的 灵霄 你若还算的男人 就不要躲在尘鸾的时候 那样只会显得 你像是一个缩头乌龟 阴山很想压制自己的火器 可是那火器 却如同火山喷发一般 越发的旺盛 他暴怒地 看向灵霄吼道 他希望 灵霄是一个无知的蠢货 这样 尘鸾便没有资格 再阻拦他们之间的对战了 魔龙教不同于其余宗门 私下战斗也是允许的 甚至不需要约定 不需要报备 只要双方都同意 什么地方都可以战斗 他当然希望 灵霄可以忽略陈鸾 直接与他对战 本章完 霸天武魂 第2717章 幕后黑手 放肆 殷山 你是不是仗着第一宗老的庇护 越发不把我这个魔龙屎放在眼里了 陈鸾也怒了 或许是受到了灵霄的影响 一直憋屈过日子的他 现在已经不想继续憋屈下去了 那种日子 可真得不好过 他的身体之中 爆发出了极为恐怖的气息 以他的修为 要杀阴山 简直易如反掌 陈鸾大哥 这点事 还是我自己来解决吧 一个声音 淡然地在夜空之下响起 陈鸾愣了一下 随即回头看向了灵霄 你确定 我很确定 灵霄轻笑道 还是我来吧 这样的对手 可是很难得的 陈鸾犹豫了片刻之后 才点了点头道 好吧 既然你这么说 那我听你的 这也是义父的吩咐 他虽然不知道 灵霄哪里来的信心 但灵霄既然提出来了 作为一个男人 他可不好阻止男人之间的决斗 灵霄重新看向阴山 雪雷王剑再度出手 笑着道 既然要打 今天咱们就来一场生死对决如何 死了 谁也不要后悔 他就是要把自己逼上绝路 只有置之死地 他才能更快地恢复修为 他没有时间去等待 因为他相信 陈苍雄也不会给他那么多时间 他在恢复修为的时候 说不定陈苍雄却在提升修为 时间越长 两人之间的差距 也就会越大 所以 灵霄想要给自己制造一个没有退路的战斗环境 如此一来 他才有办法更快地恢复 当然 既然是没有退路 那就有死亡的危险 但总比等着被陈苍雄杀了要好 这两方面的危险程度 他都已经进行过最精密的分析了 你想死 我肯定会成全你 殷山先是愣了一下 旋即露出了兴奋的笑意 他还真没想到 灵霄竟然主动提出与他生死对决 本来他就想要提出的 可是怕灵霄因为害怕而拒绝 才没有说出来 现在好了 既然对方自己送上了这份大礼 他究竟有什么理由不接受呢 而且一看到陈鸾对灵霄那种袒护的样子 他这心里头就非常不爽 论天赋 论修为 论忠诚 他哪一点不如灵霄 可是究竟为什么要这样 他不服 就在灵霄准备与殷山进行这场生死对决的时候 忽然间 魔子大殿之中 发出了一道金光 那是小金发出的信号 有人潜入魔子大殿 企图对黑夜无形不利 瞬间 灵霄变得冷静下来 他冷冷看向殷山道 如果山主出事 我一定杀你 在他看来 殷山与那潜入魔子大殿的人 必然是一起的 就算之前没有通过气儿 那也绝对是帮凶 因为殷山来的时间 和那个人来的时间 实在是太巧了 他从来不相信 世上会有如此的巧合 你怕了就怕了 不要找这么多借口 殷山冷冷说道 借口吗 哼 尚未候补选拔 明天就会开始 咱们两个迟早会遇上的 你想生死对决 我奉陪到底 灵霄不愿意继续跟殷山废话 转身就朝黑夜无形所在的地方而去 灵霄 我还真希望 你不要那么快就被淘汰了 明天 你就会对上柳妍 击败他 对你而言 难度挺大吧 别像那废物一样 倒在擂台上了 那样会让我觉得耻辱 我居然会在 争夺教主弟子资格这件事上 输给你这样的废物 望着离开的灵霄 殷山冷冷说道 秀 突然间 破空声袭来 一道可怕的静气 钻穿了空气 打烂打了月光 狠狠朝着殷山的眉心刺来 察觉到那恐怖的静气 殷山愣了一下 不过也就是一瞬间而已 随即他将收一羊 同样放出一道静风 与那攻击碰撞在了一起 这个时候 他才发现 那飞逝而来的 竟然是一片树叶 这树叶 却如同利刃一般 切割了他的攻击 这才被击碎 殷山 与其像怨妇一样 在那里叽叽歪歪 倒不如在选拔赛上击败我 那样才显得你有本事 现在裸里巴缩的 你不觉得自己很白痴吗 想要证明 你比我更适合做教主的弟子 还是拿出真本使吧 陈鸾已经先行去帮小金 所以 灵霄才能有这闲功夫 与殷山废话 若是你败了 可否自愿离开魔龙教 殷山冷冷道 当然 前提是你有那个实力 灵霄扔下这句话 转身离开 独自一人站在深夜的冷风之中 殷山深吸了一口气 而后拳头狠狠钻了起来 一个冒牌货 竟然也敢瞧不起我 好 既然你要跟我比 那我就在选拔赛上 堂堂正正地击败你 我要让教主看看 你不如我 你根本没有资格成为他的弟子 殷山咬了咬牙 而后才转身离开 来到黑夜无形被安置的房间里 灵霄看到地上躺着一个人 小金和陈鸾都站在旁边 那人已经自尽了 很显然 来这里的时候 这个家伙就已经决定了 绝不能暴露身后的人 灵霄冷笑一声 走过去直接抓起那人 射魂 人刚死 灵魂尚未离开躯体 射魂依然是有效果的 片刻之后 他冷冷道 果然 是那第三宗老干的好事 他先让这个废物 深夜来偷袭山主 又让那阴山在这个时候来挑衅我 将我引开 如此一来 便可以成功得手 只可惜 他们误算了小金的实力 不然的话 还真要成功了 老大 接下来怎么办 小金问道 先不要声张 现在对付第三宗老 还不是时候 先忍着吧 灵霄想了想到 等我恢复了修为 便是第三宗老的死期 陈鸾惊讶地看着灵霄 他以为 灵霄是一个我行我素 而且有些莽撞的人 没想到 灵霄竟然也懂得隐忍 不用那么惊讶吧 陈鸾大哥 我又不是白痴 明知道不敌的对手 还非要去挑衅 那不是勇敢 是找死 灵霄无奈苦笑道 今天就到这里吧 陈鸾大哥 你也回去好好休息 既然已经知道了幕后主使是谁 这摩子大殿 我就要好好地布置一下了 之前是要钓鱼 所以 他并没有对摩子大殿 进行正法的布置 才会让那杀手偷偷潜入 但现在不一样了 已经知道了罪魁祸首 就不用再冒那个险了 本章完 霸天武魂 第2718章 翩翩公子对冒牌灵霄 一日 魔龙城大广场上 早已经人满为患 比中尉弟子选拔赛 更为惹人瞩目的 自然就是尚未后补弟子的选拔 灵霄也早早就来到了这里 虽然不知道自己的对手是谁 但他真得非常迫切 这场选拔赛尽快开始 对别人而言 闭关修炼或许更好 对他而言 不断的战斗 却更加有助于 修为的恢复和提升 徒儿 为师有些事要告诉你 如果能拿到尚未后补前三名 就一定要得到 陈不义突然说道 为何 难道有什么不同吗 灵霄好奇地问道 自然不同 尚未后补一共要选出十人 但是只有前三名 可以有资格前往魔龙教的魔典大殿 陈不义笑道 魔典大殿 是否藏那武学经典的地方 灵霄问道 不错 正是那种地方 其实 参加尚未弟子后补选拔的舞者 心中都怀着 进入魔典大殿的想法的 只是有些人有能力 有些人没能力罢了 陈不义笑着解释道 你不是 想要得到魔龙教的四大至高无上武学吗 只要能够成为尚未后补弟子中的第一名 便有资格得到魔龙幻影 如果排名第二和第三 则可以得到一套 神品二重天级别的武学 哦 灵霄听到这里 不由露出了笑意 竟然可以提前得到魔龙幻影 这对他而言 可是太有意义了 这 魔龙幻影 属于神品三重天级别的武学 早一点学会 自然用处更大一些 要知道 现在大部分 一转阴阳境十一层地狱修为的武者 最拿手的 依然只是神品一重天武学 有个别天才 才能够得到神品二重天武学 如果灵霄可以掌握神品三重天武学 那么就可以先人一步 太好了 师尊你这番话说得太及时了 放心 我会努力的 一定争取拿下头名 对于神品二重天武学 灵霄虽然也有兴趣 但既然有更好的 他当然要选择更好的了 以你现在的修为 恐怕还有些难度 除非你在战斗中 可以不断提升修为 恢复到你本来拥有的境界 一旦恢复 真正可以 对你构成威胁的 也有那么三四个人而已 不过他们 都属于殷山那个级别的中卫弟子 不好对付 现阶段 你遇到柳妍都很困难 但愿不要跟他碰上了 作为陈不义而言 当然希望自己的弟子 可以在尚未厚补的选拔中 表现更加优异 这样 他脸上也有光 但林霄与他的想法却不同 他倒是很想碰到强一些的对手 很快 选拔赛便开始了 参加上位候补选拔的人可不少 足足有上千人 不过 比起数万人的中卫弟子 还是很少了 在这上千人之中 林霄的表面修为 自然是最低的 像郑权 柳旭这样的舞者 根本都不敢参加这种选拔 因为在战斗中 不仅得不到任何好处 反而会把星星磨光了 所以 参加这次选拔的舞者 修为最差的 也是一转阴阳进十层地狱后期修为 当然 要除过林霄 这家伙是个另类 前面的战斗 林霄根本懒得去看 一直坐在那里 默默运转体内的潜能 做好冲刺的准备 这样一旦战斗 修为突破的几率 也就更大 足足一个时辰之后 林霄终于听到了自己的名字 接下来这场选拔 有柳言对林霄 听到这个声音 她才缓缓睁开了眼睛 而此时此刻 几乎所有人的目光都投向了她 这些目光之中 绝大多数 都不怀好意啊 似乎都等着看林霄的笑话呢 沉暖苦笑一声道 林兄 你可不能败啊 那些人都等着看你的笑话呢 他们知道 柳言可是一转阴阳进十层 巅峰修为的舞者 绝对不是那个十三王子能比的 他的实力 就算放到整个中卫弟子之中 也算是忠上之之 而且因为是第三宗老的亲孙子 所以身上有一件非常厉害的法宝 据说能够吸取对手的气血 关键时刻拿出来 会让对手非常难受的 可以吸取气血的法宝 听到这话 林霄心中暗笑 这样好啊 我倒是要看看 是你的法宝厉害 还是我林霄的嗜血鼠疫更厉害 不过 你最好能坚持到我施展嗜血鼠疫 不然就太令人失望了 搞不好魔龙血咒 就把你收拾了 林霄现在都不知道 自己在面对柳言的时候 能发挥到什么程度 因为他的修为 随时都可能突破 只要突破 那对付柳言的难度 就会大幅度降低 根本用不着紫神神通 徒儿 努力吧 尽量施展出你的最强实力 让第三宗老 那个老家伙看看 我陈不义的弟子 也不是吹出来的 陈不义自己很强大 收养的义子义女却不怎么样 一直被人压着的感觉 很是不好啊 叔 应该是不会的 但战斗场面 我也没法控制 林霄叹了口气 谁让自己发起飙来 连自己都恐惧啊 他站起身 化作一道狼影 瞬间变到了擂台之上 飘逸的身形 倒是引起了不少 魔龙教女弟子的惊呼声 不过他终究根基太浅 这惊呼声 很快就被另外一股 更强大的欢呼声 给压制住了 因为柳妍登场了 柳妍这家伙 还真是够能显摆的 故意在空中 转了几个优美的圈 然后才偏然落地 一身白衣 倒是真有几分 偏然公子的味道 他的手中 握着一把扇子 这扇子一看 就不是普通货色 而是神品灵气级别的兵刃 与灵霄的八仙剑 是同一个级别的 他落地那一瞬 现场更是爆发出了 如同海啸一般疯狂的 欢呼声和助威声 听得出来 这魔龙教中 大多数人 还是希望柳妍这个偏然公子 能够将灵霄这个冒牌 获给击败 如果你连柳妍这一关 都过不了 还凭什么跟我来争抢 教主的弟子资格 说实话 我很希望你赢 不过实在看不到你赢的希望 柳妍可不是十三那个废物 他在经过第三宗老的点拨之后 已经快要突破到十一层地狱修为了 面对他 你没有任何胜算 我倒要看看 你这废物凭什么跟我争 他的内心有一种渴望 期待着灵霄被柳妍击败 那样 才能让他受伤的小心灵恢复起来 本章完 霸天武魂 第2719章 诡异的柳树武魂 樱山 看起来你很讨厌那个小子 樱山的身旁 坐着一个相貌娇美的女子 一身火红色的裙衫 倒是非常惹眼 这女孩子看起来年纪不大 但是释放出来的气息 却似乎比樱山更为恐怖 她不配做教主的弟子 樱山冷冷道 呵呵 我也讨厌她 这个家伙 竟然敢冒用我偶像的名字 我一定要打得她改名 少女嬉嬉笑道 樱山皱了皱眉 她对旁边这个少女 有着绝对的忌惮之心 这少女是第一宗老的 清传弟子之一 仅仅用一个月时间 就从下位弟子 变成了中位最强 天赋自然不用说 但就是有些变态 她看中的东西 别人如果敢抢 或者敢议论 那她就会很命地报复 直到打得对方 彻底服软为止 所以这个少女的名字 似乎已经被人淡忘了 大叫都叫她红魔女 红魔女似乎也很喜欢这个称呼 以至于现在 所有人都这么称呼她 或许她的真名 也只能是隐藏在 魔龙教的册子之中了吧 咱们两个又见面了呢 擂台上柳颜笑眯眯地 看着灵霄道 过一会儿 你就笑不出来了 灵霄淡淡道 说起来 我还得感谢第三宗老呢 不惜作弊 也要把你安排成我的对手 想让我成为你破除心魔 重新振翅翱翔的垫脚石吗 可惜啊 你只会成为我的垫脚石 狂妄 柳颜不是第一次与灵霄对峙了 上一次她就觉得 灵霄这家伙 很是目中无人 这一次这种感觉 变得更加明显了 哼 随便你怎么说吧 不击败你 我又如何拿到 上位霍补第一名呢 灵霄淡淡笑道 你说什么 柳颜愣了一下 忽然间狂笑起来 我没听错吧 就算是我 也不敢说自己能够成功晋级上位后补 至于前三 更是没有任何希望 你个废物 居然还想拿到第一名 拜托你谦虚点好吧 那真对不起了 我这人 天生不喜欢谦虚 有多大力量 就有多大欲望 为什么一定要谦虚 灵霄冷漠说道 好 那我就打到你谦虚 柳颜的脸上 黑气直冒 显然是被灵霄气得不轻啊 好了 都不要说了 战斗开始 裁判席上 第三宗老大喊一声 宣布了比赛开始 柳颜师兄 不要给那个帽拍货面子 打败他 让他知道 咱们魔龙教的厉害 对 不是什么人 都有资格藐视咱们的 第三宗老话音刚落 观众席上 却传来了 阵阵呐喊声 这种喊声 多是男性弟子 因为灵霄来到 魔龙教之后 不仅成为了 陈不义的关门弟子 更是因为 其长相出众 表现优异的关系 深得女孩子的喜爱 虽然也有一些女孩 怨恨他 冒用灵霄的名字 但就算是玄界 也有看脸蛋的时候啊 更何况 灵霄不光是脸蛋帅气 实力也很强啊 昨天那么轻易 击败十三王子 可是为灵霄 博取了许多女弟子的人气 虽然这些人气 还压不过那些男性弟子 粗壮的呼喊声 但还是挺让人嫉妒的 这小子 怎么那么受女孩子喜欢啊 这才来魔龙教多长时间 陈鸾不由摇头苦笑起来 大哥 这你就不懂了 像灵霄这种 长得又帅 实力又强的 最容易招人喜欢了 陈不义的一个义女 也仿佛花痴一样说道 败给你们了 陈鸾无奈摇头 但是他 也希望灵霄能够取胜 只有灵霄击败了柳妍 才能真正 让那些怀疑他 藐视他的人知道他的厉害 灵霄虽然能听到那些呐喊声 不过他并不在意 他现在眼中 只有柳妍 这场战斗 对他太重要了 不仅要取胜 更要成功突破才行 否则也无法达到他的目的 为了能够顺利突破 他可不想太快将对手击败 因此 他将手一扬 出现的并非八仙剑 更不是血雷王剑 而是白玉飞龙剑 一把仙品灵气级别的冰刃 白玉飞龙剑在手 灵霄身体之中 陡然升起一道锐利的剑气 仿佛要将天空刺穿 请吧 柳妍师兄 灵霄淡淡道 感受着灵霄那陡然升起的锐利剑气 柳妍微皱了皱眉 原本轻慢的表情瞬间变得认真起来 手中寒铁扇猛然一甩 体内雄魂的气息爆发了出来 看起来 你似乎比昨天更强了 有意思 不过 你依然不可能是我的对手 柳妍不想败 所以她要全力输出 背后忽然浮现出一棵柳树 柳树五魂 看起来并没有什么特殊之处 但是作为对手的灵霄却能感觉到 那每一根柳条 都仿佛一把锐利的冰刃 能够轻易刺穿敌人的身体 这种五魂 不好对付啊 那一瞬 场内场外都瞬间变得安静了下来 仿佛是知道了 将会有一场精彩的战斗进行 所有人都开始聚精会神的关注战斗本身 不愿意错过任何一个细节 擂台之上 两股风格完全不同的气息 在天空中对峙着 一道锐利的剑气 一片雄浑的劲气 突然 两股气息变得热烈起来 变得激动起来 而后 众人就感觉眼前一花 擂台上密切关注的两道身影 疏然离开原地 朝着对方冲去 轰隆 只是一瞬间 两种冰刃便在擂台中央炸裂 恐怖的气静散溢出去 形成了阵阵阴暴 观众席上 不少人只能看到 擂台之上 两道模糊的身影 在不断飞驰 具体哪一道身影是灵霄的 哪一道身影是柳颜的 只能通过颜色来辨认 柳颜是白色的身影 灵霄则是裹挟着雷电的蓝色身影 这两道身影的不断碰撞之中 产生的恐怖撞击 使得原本完好的擂台 不断出现裂痕 好在这擂台有强大的修复功能 不然这场战斗不结束 擂台就要完全毁掉了 场上 灵霄因为修为不如柳颜 所以一开始并未硬碰硬 凭借着自己出色的身法 游走于柳颜身旁 偶尔刺出刁钻的一剑 让柳颜也是非常难受 而柳颜的攻击 则是基本上都属于大面积的 他的速度不如灵霄 所以只能如此 不过他仗着自己的内力雄魂 倒也不怕消耗 而且有柳树武魂的关系 他每一次的普通攻击 都会变成群体攻击 也是非常难缠 本章完 霸天武魂第2720章 大师所望 柳颜的杀手锏 场中 两人人影闪烁 犹如两道光芒交织在一起 一道道静气 如同匹炼一般 从两人的冰刃之中喷涌而出 而后轰在一起 散逸出去的恐怖能量连依 让围观的舞者 都感受到了巨大的压力 这家伙好快的速度 简直如同鬼魅一般 竟然丝毫沾不到他的衣服 手中含铁扇不断挥舞 每一次都会有数十道静气射出 每一道都带着锐利的杀意 从不同的角度攻向灵霄 然而 无论柳颜怎么努力 灵霄那鬼魅的身影 总能在最关键的时候避开 甚至还能发动反击 那犀利如同毒蛇一般的剑气 让他丝毫不敢大意 随着战斗不断的持续 柳颜脸上的轻敌表情 已经彻底消失 甚至 就连轻松的心态 也变得凝重严肃起来 灵霄所表现出来的这种实力 已经足够让他全力对待了 我不会再轻视你 哪怕一丝一毫都不会了 柳颜喃喃自语一声 手中含铁扇速度骤然加快 不仅如此 他每一次攻击的时候 静气之上 都会缠绕着红色的光芒 这红色的光芒 只要释放出来 就会让灵霄感觉到气血翻涌 难受得很 这就是他的法宝吧 灵霄暗暗推测 的确很难缠 越是靠近 就越是麻烦 看起来这家伙 真得是打算动真格了 正想着 柳颜彪汉的一击 突然袭来 无数柳条 裹挟着恐怖的红光 朝着灵霄的脑袋上扎去 玉灵雷光盾 关键时刻 灵霄急忙撤身后退 同时施展先品 一重天防御武器 这防御武器 虽然是他在八仙骏城的时候 得到的 但是就算在魔龙教中 为弟子之中 也是很罕见的 毕竟防御武器 要比攻击武器 更加难得 哄 恐怖的轰击 轰在了玉灵雷光盾上 虽然大部分静气都被抵挡 然而那血红色的光芒 却越过了玉灵雷光盾 包裹住了灵霄的全身 在这血红色的光芒之中 灵霄看起来毫无反抗一般 然而明眼人就发现 灵霄的身体上 似乎包裹上了一层血红色的铠甲 如同一条魔龙一般 迅速将它完全包裹 霸血魔龙武魂变身 在变身的同时 那血红色的光芒 竟然被霸血魔龙 直接吞了下去 这光芒进入灵霄体内 疯狂搅动灵霄的气血 企图让灵霄气血暴裂而死 但这种外来的可怕能量 却引发了潜藏在灵霄细胞内的 那些能量的反抗 大量潜能从细胞之中用出 裹挟着黄天厚土之力 压向了那血红色的能量 恐怖的对决 在灵霄身体之中展开 只是片刻之后 灵霄就感觉到 自己身体之中 某个阻隔开启了 他的修为 再度恢复了一层 达到了一转阴阳镜 十层地域中期修为 这样的突破 比昨天更加容易 昨天毕竟要突破一个大境界 而今天只是突破一个小境界而已 修为瞬间突破的灵霄 战斗力便是十倍的暴增 内力如同洪水猛兽一般 奔腾起来 速度也是瞬间提升许多 在这一瞬 灵霄便防御为攻击 扯开玉灵雷光盾 突然一箭刺出 暗影剑魔现身 一箭刺向柳炎咽喉 柳炎也算是反应很快了 手中寒铁扇急忙去挡 也就是 寒铁扇的档刺 比灵霄手中的白玉飞龙剑更高 不然的话 还真得难说 尽管这一箭没能刺穿寒铁扇 却产生了恐怖的冲击力 将柳炎击飞出去数十不远 不是擂台足够大 柳炎就直接坠下擂台了 柳炎狼狈地在地上打了几个滚 然后才站了起来 看着并没有追击的灵霄 有些恶然 又有些愤怒 因为灵霄那张脸充满了笑意 嘲讽的笑意 方才那狂风暴雨一般的交锋 在一瞬间停下 所有人都看到了场上的这一幕 柳炎竟然被打得满地打滚 险些掉下擂台 这什么情况 你竟然又突破了 怪胎 柳炎能够明显感觉到 灵霄的战斗力暴增了许多 之前他还能与对方势均力敌 甚至稍战优势 可是当灵霄突破之后 他就完全被压制了 甚至就连第三宗来赐给他的那件法宝 也居然对灵霄 没能产生什么影响 此时的他 脸色可不太好看 柳炎 不用留守了 既然灵霄那么强 也不怕会杀了他 用那个吧 第三宗老突然大声说道 孙儿知道了 柳炎狼狈地站了起来 擦了擦嘴角的鲜血 冷冷说道 灵霄 你会后悔的 刚刚你就该趁着我轻敌 将我击败 接下来我要用的东西 你根本无法抵挡 你一定会败得很惨 不用废话了 尽管出手就是 怕你 我就不叫灵霄了 灵霄看着柳炎 冷冷说道 如果不是想要看看 柳炎还有什么压箱底的绝技 可以帮助他再度恢复修为 他早就出手 把这家伙给击败了 哪里有时间听这次的废话 不要太得意了 我实话告诉你 我最擅长的 并非是近战 而是一种特殊的分身战法 我曾经在陈伯王都 得到过一套厉害的武技 名为天雷分身 说话间 柳炎的气息骤然爆发 而后 上百个分身在他的周围出现 最奇特的是 那柳树武魂 竟然能够为每一个分身 灌注特殊的婚礼 让这些分身变得更加强大 几乎拥有柳炎一半的实力 然而看着这一幕 灵霄却露出了诡异的表情 你确定 这就是你最拿手的东西了 灵霄问道 确定 不是在玩我 哼 你以为分身都是没用的吧 但你错了 我这一百个分身 每一个都拥有我一半实力 再加上我柳树武魂的特殊性 可以扎根于大地之中 源源不断汲取大地之力 从而使得我的分身 可以多次重复使用 柳炎冷哼一声道 那又如何 灵霄反问道 如何 我这改版天雷分身 可是曾经击伤过 一转十一层地狱的强者 柳炎想要从灵霄的脸上 看到恐惧 看到不安 看到惶恐 可是他绝望地发现 灵霄这个家伙 或许就根本没有恐惧细胞 到现在 脸上反而是凝聚出了几分怒色 你玩我 老子对你那么期待 结果你就拿这玩意儿出来糊弄我 灵霄愤怒的吼道 本章完 跟我 哦 神父带船 对你 Lydia 商量 神父带船 这边 你 片头